各位小姐午安 我們今天下午非常榮幸可以邀請到韓國志偉 我們這邊來幫我們講 跟社會創新有關的議題 那我看之前已經有一些小姐已經在上面訪問 雖然有一些感覺跟社會創新沒所謂 沒什麼感到 有那個閨魚之亂之類 有閨魚之亂 對 跟創新有關的議題 那我們就歡迎韓國志偉這邊 今天開始為我們做今天的議題 大家好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對於社創新的一些想法 社會創新就是眾人知識 眾人組織 就是關於大家公義的一些事情 社會目的一些意義的事情 那透過開放式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來想到什麼就分享的方法 來一起想怎麼解決它 所以其實像 Slido 也是一種社創的一個平台 因為平常我們在拿麥克風的時候 一次只有一個人可以講話 那如果有人舉手 我也一次只能請一個舉手的人講話 那如果那個舉手的人又淘淘不絕講 而且只對他有利益 但是對旁邊的人都沒有利益的事情 那很難打亂他 那總之就是會變成整個社會它對話的那個脈絡或者平常 然後變得比較少 但是因為有 Slido 的關係 所以雖然大家還是一樣可以舉手一樣可以講話 但是當我們拿著麥克風的時候 他就可以開始投 所以投跳的這個動作 Upload 的這個動作 以及任何人都可以比較放心的 用秘密的方式 那其他一種想要討論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說 那我就可以知道 至少有六個人覺得第一個問題比較有意思 那比起可能後面的這幾個問題來講 那是大家覺得比較有社會意義 有一個比較公共目的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花比較多的時間放在這個上面 那大家隨時如果有想到自己的想法 想要追問等等 也都可以不需要搭亂我或者定文者的情況下 這樣子提出來 那這個也是所謂重能處置 其實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參加這個課堂的Agena Setting 就是一程的設定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有各位朋友們問這個問題非常好 就是成熟的企業自動就會進入路徑依賴 就是上一季我們覺得運行得不錯的 那我們下一季也就是繼續這樣子運行 這叫DAO Business is Fusual 就是常規的做法 其實政府也一樣 當然相對上 這也會妨害所謂的創新的想法的出現跟擴散 那不管是制度的創新還是產品的創新 都難免會面臨這樣的困境 就算是人也會這樣子 不是只有企業也會這樣子 那所以該怎麼樣破除 因為路徑依賴所形成的困境 人的話 如果要改變一個習慣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建立一個新的習慣 但是不要一次建立太多新的習慣 因為人也沒有辦法一次習慣很多新的事情 那所以說如果有一個新的習慣 所以習慣就是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與其用舊的方法做 那我選擇用新的方法做舉例來講 像我在網路上面看到很多就是 不管是有整工期 還是我讓人不舒服的這些資訊等等 那以前的習慣 在我很年輕的時候 十幾歲的時候 可能就是搶回去 這個大部分的中二 這個十四歲的時候都是這樣子的 但是後來我很有意識的建立了一個新的習慣 就是我看到讓我不舒服的資源的時候 我會放一段新的名言 那後來呢是發明了一個方法 就是找兩個我沒有喝過的茶包 然後沖熱水 然後就傳到一種新的味道 那不管是透過聽覺的 還是透過嗅覺味覺的方式 總之它都讓我跟這個讓人不舒服的這個字典 不但保持一段距離 而且它可以形成一個新的連結 在下一次我再看到這些字典的時候 我浮起來的感覺就是 啊這個很舒服的音樂 很舒服的味道等等 那這樣子我就不會去跟它對搶 而是說我會找裡面有建設性的幾個字 我把這個叫做精神按摩 對嗎 按摩到一些童年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 就是想到一段新的音樂 剛剛那個好像不是音樂 沒有關係 想到一段新的聲音 然後呢 就從本來的這樣子 好像比較嚴肅 或者是比較衝突性的東西 就釋放開來 那大家就會心裡笑 然後大家都會心裡笑 那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這個情緒能量心中掉了之後 那就不會覺得 好像要跟那些字典對象 而可以把裡面一些 比較有建設性的部分把它highlight起來 也讓旁邊的人看到說 原來只有一個建設性的東西 才能夠獲得我的回答 那我是很有意識的 今天這個習慣 一開始並不容易 但是等到重複了很多次 通常大概重複60天左右 就會形成新的習慣 那之後再看到 雷斯的情況的時候 我就下意識的 就會用這種新的方法做 所以就產生一個新的路徑 就不會依賴到 舊的路徑上面 那所以同樣的 我們在制度上面 或者產品上面 一次要全部推翻重來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 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確實也有可能 所以我們找出一個新的方法 正好並不否認掉舊的方法 並不推翻掉舊的方法 但是當發生某一件新的事情 說我們來試一個新的做法 舉例來講 像在座可能有些朋友知道 這個我們有一個重點平台 重點.jlb.tw 這個平台呢 每年大概都有 接近一千萬人次 八九百萬人次至少 在這個平台上面 提出各種各樣的點子 那這些點子呢 有些當然就是比較瞎 但是呢 也有一些是非常有趣的 OK 那最近的新的這些點子呢 是逃避鄉說 公務機關使用無殘肥 應該舒適抵探 而且要解探品 這個就還蠻有意思的 或者是說合成張腦丸 大家知道會引發 纏鬥者患者的溶血嘛 那這個不應該在這個 好長公務廁所等等的地方來使用 那還有就是 其實很多啦 有些是踩油門 有些轉方向盤 有些踩煞車 那大概這些都是很有意思 那如果是看這些最新的的話 就是比較瞎的就會出現 我就特別把它唸出來 那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傳統上面 如果是收到一個 好比像說民眾的陳情 或者是說民眾的部長 性向的意見 或怎麼樣的話 對公務員來講 其實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前面可能已經有 十幾二十年 都已經提出過類似的想法 那而且他也覺得不可行 但他不可行 可能不是真的不可行 而是因為他是在收到 太多類似這樣子的意見了 所以就不會再花太多的時間 去一起用創新的方式想事情 但是呢 因為我們在這個平台上面 就好像一個新的習慣的行程一樣 我們先讓大家凑到五千票 就好像slido嘛 大家先投票 比方說這個有五千一百零二票 而在投票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又會看到 也有討論區 這邊有贊成的論點嘛 那這邊有其他的論點嘛 那這些論點呢 他都沒有什麼呢 沒有reply 沒有回覆這個按鈕 但如果習慣的話 比如像說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等等 他的特點就是 他有一個回覆的按鈕 回覆按鈕 而且他會自動帶上 那個發言的人的名字 對不對 那所以這樣子 就很容易瞧起來 變成說我還來不及 好好地聽你的論點 還來不及去搜集 關於這個的論點 我就找了裡面的一句話 然後就開始搶 所以臉書往往這種情況下 就是拿專門打鈕 都不打輸 等這樣的情況 好 但是我們這邊是沒有辦法打鈕 只能打輸 算了如果你不同意某一個論點 沒有回覆按鈕可以按 你只好到隔壁一排去留言 然後讓別人拉票 然後把你的想法推上去這樣子 雖然這樣子的做法 它不會變成好像兩邊在充人數充人氣 雖然這邊一巴巴的論點 這邊六個論點 但是我們這個bar也是能夠停在中間 不會一百八十巴巴 我就把它推到右邊去 所以這些都是很細的這些空間設計 那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就算我是少數這六個有其他想法的 我也可以暢所預言 不會被出征 不會怎麼樣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一下子就可以凝聚出 很好的一些共同論點 而且真的就是 就是看淡寶學 他非常就是詳細的這個說明 而且事實上就已經開始就是加注金玉 然後他分析完之後 那透過這個研商辦理情形 然後就確保說 真的我們就會逐步的去限制 或者禁用這個耐玩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很感謝就是這些離岸人 他們就是有一個實力的協作會議 那我們就實際在就是面對面的情況下 一起來討論說 怎麼樣子讓這件事情 讓很多人知道的 所以他本來是一個小眾的事情 他本來如果是在以前那種唱一的方法 就像對槍的 這個情況大概換包書 沒有辦法花那麼多力氣 因為他如果五千個人 一個一個來問的話 那他沒有辦法那麼多時間 但是因為這個論點 有人投過這種互動的空間 凝聚 所以到最後就可以形成一個新的習慣 那這個空間就有點像 就是我幫他放個音樂 深呼吸一下 好好地去看守給大家的樂點是什麼 因為有建設性的部分 才會不會浪費時間在這種對象上面 所以有一個安全的空間 比較舒服的就是回音的過程 或者是音樂 這個X這些都更加幫助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破除本來的那個環境 在大家自己覺得舒服的方式底下 慢慢的一點點採用這樣子新的路徑 那這個因為我們公務員 把公共服務 其實是服務業 所以我們服務業以客為則 這樣的情況 就是不斷地去找到 讓我們的公民能夠更有效地 來告訴我們 哪裡做得不夠好 可以怎麼樣做得更好的方法 那中文平台是其中這樣子一個方法 有其他人們想要問說 那請問要怎麼樣推動社會 對於所謂服務的不及化 那以及或對於虛擬貨幣的看法 這兩個都是很好的問題 從我的角度來看 數位其實是把人跟人都圓在一起 在前一年左右到現在 日本有很多媒體訪問我 那一開始的話 我形容著所謂IT大政 像是他們的一種套語一樣 那我每次都不厭其般的解釋 說不是這樣子 IT是資訊技術 科學技術 我們以前有科技部 也有科技部長 也有科技政委 那但是我是數位政委 IT是把機器跟機器連在一起 但是數位是把人跟人連在一起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從IT的方法 詳細進行衝某種KPI的話 那很容易就說 那我們就干擾社會的進程 然後讓社會來配合科技 那我舉一個例子 我比想像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之前 之前常常有一個說法 所以我們行動支付的 其實我們的可進性還不錯 就是想用行動支付 可以用的狀態 但是它的使用的普遍率並不高 就是實際在用行動支付 那個判數並不算很多 但是我們把人類還點在一起 重點是那個科技型 那如果它是普遍率要 就是沒有道理的要把它衝高 去配合這個IT的KPI的話 那我當時也願意 也有做了一個主意說 我們如果就是要衝這個的話 那我們就參考一些大陸 就是非洲大陸 但非洲大陸國家 就是衝著KPI的條件 就是不要抓微潮 我們宣布兩年以內都不抓微潮 然後我們說電力商店裡面 不能設定換金 那只要這兩個政策一下去 那當然行動支付就一定的 你要到百分之九十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在非洲那邊是沒有選擇 如果有一小上學 又沒有他容易的取得 科興人的現金的話 那當然就是非利用行動支付 但在台灣 當然是不可能做這種事情 誰推出這種政策 誰就下台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對我們來講 行動支付 或其他的資訊情緒 它是在比本來的服務的條件 要讓人安靜 要讓人能夠使用的情況下 我才會去使用 我不會變成說 好像說我悠遊卡 唯一卡通 本來就已經很方便 但叫電子支付 它的感應可能只要兩秒鐘 那如果行動支付的感應 反而要三秒鐘或五秒鐘 那我當然不去用行動支付 不管再做說的再怎麼樣 那所以後來當然 我們也有做一些法規的調適 好像說有些朋友 現在可以戴戒指 或者其他手環等等的這些 那我們就調適到它 可以在稍微遠一點的距離 也可以感應到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真的就比較快 用這個手錶 或者是指環的感應比 你拿出右卡會一卡通快 這部分就稍微不及力 提到一點點 那又或者說現在的 像我這支Android手機 我大概一年以來 就比較常用行動支付 因為它不用再去開一個APP 也不用再跑一次解鎖 它只要是在解鎖的情況下 我直接放上去它就感應 就支付 所以重點是說讓人的體驗變好 而不是說讓人別的方面的體驗變差 只是為了要推動某種IT的服務 那我們要怎麼樣要體驗變好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實際去問使用的朋友 那再舉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我們之前有跟故宮 有合作過一個案子 他們之前也有規劃過一個 就是入場的電子票捲的 這個感應等等 QRCO這些機械 但是發現它的使用非常的低 幾乎沒有人會去使用 那當然這是在疫情前 所以對他們來講 就排隊不要排那麼長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課題 那當然就是很容易 覺得你觀察到一個現象 故宮委員員可能要形成一些假說 好比想說長輩不會使用QRCO 那所以就不會用電子票證 那他們也可能拿資格的票券 但他並沒有真的去問這些長輩 然後就形成一個類似行政 這樣的東西 然後就不再變預算去維護那個機械 最後那個機械就只有外國的保護課在用 這都是實際的情況 但是我們的做法不是這樣 我們跟故宮合作之後 我們就實際去跟著這些長輩進派對 然後跟著去問這些長輩 他們是怎麼樣子的想法 那當然很快我們就發現 長輩並不是不會用QRCO 事實上比我們還熟悉 因為他們都用完家的朋友 而是他們覺得說用完QRCO之後 他只拿到一張感熱紙 這張感熱紙配不上故宮的那個形象 對他來講他的那個票根 就是上面還有很漂亮的故宮 那個印刷等等 他回去他夾在日記裡面 他在餐桌上面拿出來跟家人分享 這個是一個社會物件 這個對他的意義非常的大 不亞於他實際去逛故宮一圈那麼大 一個感熱紙配方還會褪色 這個就他覺得很不行 所以重點並不是說 我們一味的數位的話就是五指化 因為後來我們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也要這些長輩還有一些設計師 也是用剛才講協作會議的方式 在故宮一起進行設計 設計完之後 你就變成是你用QRCO感應完 好像高鐵入場之後 那大家可能知道高鐵就是很需要QRCO 你也可以去服務台去 要他開一個證明 就是你的高鐵購票證明 所以我們就用這樣子的想法 那理論上就是你排隊已經進場 不用排隊感應進場之後 你也可以去服務台去換一個票跟一個證明 但這個證明呢 沒有人說他一定要改熱紙印 他可以用燙金的方法印 可以把你的名字印在上面 可以把你到底那天看了什麼展覽 你最喜歡的什麼展覽印在上面 那目宮也特別為了這個 製作了那個國寶的QRCO 所以你看了哪一些 什麼肉形形態之類什麼的 那他就可以幫你印在那個上面 那拿回去之後 給小孩或者孫子孫女掃一下 他的那個叫做 動物森友會的無人島上面 就冒出了你實際去服務台的東西 這叫O2O Market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說他能夠分享的東西又更多 那對他來講 我如果是拿紙本票 我想收不到這種隨便印刷的好處 我想用QRCO才能夠有這樣的好處 但是這個就是先找到對他的價值是什麼 然後透過數位的方式分享這個價值 那一部分就他的行李就可以畫在這個上面 而不是說 其實因為派對這個要節省時間 那我就委屈你勇敢的 當然不是這樣 所以同樣的跟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社會設計的目的 是要讓技術來配合社會 那社會創新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可以是社會設計師 我們就去問這些排隊的長輩 很多長輩有非常好的這種想法 所以這個是數位服務普及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對於虛擬貨幣的看法 當然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有其他的一些證券 他現在也想要做所謂的數位發幣 但是他們的設計就跟我們現在央行也在做一個分析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說在好比像說推薦方面 他們所有的交易其實都是讓國家知道的 它是沒有任何匿名化的 它只是說他們的帳號可以亂碼化 但是因為他們只是上網也要使命登記的情況下 那可能只有跟你交易的方面不一定知道你的身份 那國家怎麼樣都是會知道的 那這個就是對他們來講現金是匿名的或可以是匿名的 那但是只要是數位法幣 那就是完全不是匿名的 因為他們有一個就是國家要掌握消費記錄 去計算、社會信用等等的這樣的一種需求 那但是同樣的這個概念到了台灣 那我想大家按照兩行的這個就是初步研究 大家是不接受的 大家覺得說我的交易如果到 好比像三千萬那當然洗錢紡織嘛 就是你要知道我是誰 這個好像是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不是三千萬 而是三十塊錢 然後你就要這個每一筆這個交易 都要有央行所掌控 那這樣我還不如回去用現金 所以這個情況下就是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就不能夠像剛剛那樣子 就逼大家做一個取捨 你只要說貨幣很方便 還是你要回去用現金呢 而是說我們就必須要用 我們叫Privacy Council Technology 就是能夠增進隱私的技術的方式去確保說 可能真的就是在一定的金額的一下 他必須要是連央行都不知道就是花了多少錢 在跟手做的怎麼樣交易等等 那這樣子的好處也就是說大家比較會覺得這些數位 如果要設計出來的時候已經是我們用現金的那樣的設計方法的話 那大家會比較覺得那我就在方便的時候去使用 而不是好像國家幣的非電用所以才使用 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在設計的時候 它必須是符合我們的社會常規的 而不是說去干擾我們的社會常規的 那這是我們目前對虛擬貨幣或者虛擬法幣的這個看法 那因為這個在底下剛剛看到有人問這個比特幣的部分 我們就輪到那個再來討論就是加密貨幣的部分 現在先從虛擬環法幣上面來做一個回答 有個朋友們想要知道說以台灣目前動不動就台出 上一號虎虎神城上一號台積電 我剛剛的演講應該沒有提到台積電 作為台積電這件事情來說 畢竟台積電是一代用文明 那並不是積極從事branding 或者說嚴格來講它不是從事2Cbranding 就是不是一般消費大眾在買電腦的時候 常常會引台積電一個賽道好像不是這樣 那好像太阻礙了大眾或者是企業家 對於創新的想像跟努力 我不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們這邊也有很多2C的branding 在國際上面很紅 我舉一個例子 我去迪索比亞的時候 那時候是社會企業年會 那應該是兩年前 然後我帶了很多就是台灣的社會企業 一些創新者過去 那去了那邊就在阿里薩貝吧 他們的首都 他們有一個startup的incubator 一個育成中心 那我走進去的時候 因為我就去逛 而且我沒有事前告訴他們說 我會去參加 那我一進去 這應該不是say out 我一進去 他們的那個 就是投影幕上面 正在講說 他們要怎麼行銷 他們當地的農特產品 特別是在講 應該是Louisbus 這樣子一個 我們這邊好像翻成南非國寶叉 或者波士叉 這樣子的一個飲品 那他們的這個 投影幕上面就只畫著兩個東西 一個是壽司 是日本的 那一個是珍珠奶茶 是台灣的 所以可見 從一個就是非洲的農業創新者的角度來看 這個想到台灣 他就想到珍奶 這個已經不是特定的商業的品牌 當然我們知道 到底珍奶是黑珍珠還是白珍珠 那其實都可以 對不對 珍奶到底是哪一家店發明的 我想我們還是不要陷入這個討論 好了 但是無論是哪一家店發明的 它都是一個開放式創新嘛 就是任何人在非洲 用南非國寶叉 調理一杯珍奶的時候 他不用先得到院長的授權 他不用先去 就是取得台灣的一個商標的註冊 那甚至你這個珍奶的 牛奶不是牛奶 是豆漿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可以要 那珍珠這個泡到別的地方 都可以放到披薩上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開放的 就好像壽司 又有所謂什麼加州捲啊 什麼之類的 它跟本來的那個壽司組織 好像沒有任何關係了 但是看起來可以讓人想到壽司而已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這些2C Branding 最容易傳播的 其實就是每一個Consumer 他不是只是Consume 不是只是吃這個 他是Consumer 他吃一吃之後 自己就改了菜單 然後他自己就退出他自己的組合來 那他可以因地制宜 然後把當地的想要凸顯的特色 但是藉由奶也好 壽司也好 這種國際可以接受的這種Granding 他可以搭在這個上面 然後去組成 好比想說 現在好像也有所謂的奶茶聯盟 這個在國際外交上面也是中央的一個Hashtag 那到底這個喝奶茶的意思是什麼呢 那我們就想看到奶茶聯盟的圖文上面 代表台灣的也是加州珍珠的奶茶 其他各國都是可能他們自己很奶茶的狀態 那這個也是很積極的Branding 那並不是Branding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以前想到科技的時候 確實可能也受到科技店的影響 常常想到的都是尖端的科學 那或者是產業應用的技術 那這些產業創新當然是創新沒有錯 也是科學跟技術 但是像珍奶這種開放式創新 也告訴我們說 有的時候你要怎麼樣子行銷一個飲料飲品 那這種行銷的工作 他是可能社會科學 或者是溝通通訊的科學 那當然也是科學 那如果把人組織在一起 用一個hashtag 然後說奶茶聯盟 把大家組織在一起這種技術 這也是一種技術 它是社會技術 就連民主投票 或者選舉 或跟眾議平台連署等等 這些也都是a form of technology 都是某一種社會技術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在這一方面 社會創新的想像跟能力 也是很蓬勃的 而且也是國外的朋友們 一想到台灣之後 也會想到的Branding 所以你不是很擔心 大家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跟全世界串聯起來 那實際上就連hashtag的這個基尊 它本身也是一個社會創新 也不是哪一家公司推出來的 我想如果現在問說 hashtag是誰發明的 那可能不會想到任何特定的一家公司 那hashtag是2007年 Christmasina發明的 那它發明的時候 也沒有去註冊什麼專利 它就是自己在報導一個活動的時候 它自己用那個活動的縮寫 然後在它的每一則註文裡面 都加上這個警號 那可以讓在各種各種平台的人 透過全文減鎖的方式發明一次 但很快就發現說 你在救災救難等等的時候 這個非常的好用 那又後來就是變成 Twitter啊 Facebook啊等等 都因為他們是推出了hashtag的功能 全文減鎖你按下就可以減鎖的功能 可是那都已經是很後面的事情了 所以 again 就是它不是哪一個人的專品 也不是工業的創新 那因為它真的是解決一個社會問題 就是大家在急急救難的時候 要彼此發現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大家喧鬧的時候就可以使用 當然它傳到台灣之後 就好像到了就是南非正來的組成不一樣 這個hashtag傳到台灣之後 大家拿這個警字 好像都變成粗體加平線的意思了 已經跟就是本來那個遇到的意思 我還沒有什麼任何關聯 那但是Christmas now也不能碰到我 所以那個意思就說 開放式創新它的特色了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一地之一 所以appropriate technology 就是實際的去使用它 那就馬上帶到 請教壽司連鎖店活動的聯想 我最近這幾天比較忙 所以還沒有空去對這個有所聯想 所以我也會想說也不妨問一下大家 就是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對於這個壽司連鎖店活動的這個一個 但是 重點這個已經國際不必了 對啊 我們有一個叫做數位外交協會嘛 就是郭佳佑他們 那他們就是把這個去翻譯成挪威語 就是把這則新聞翻譯成 因為好像鮭魚是挪威來的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對那所以就變成說 好為了吃這個挪威的鮭魚 臺灣人竟然願意去改名字 在挪威這個也先起 像你之間的也是很濃縮 所以也可以算是某種外交互動吧 就是在數位上面去 把這件事情讓挪威人看了之後 就記得臺灣 臺灣系列還持挪威歸雲隊員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一個 很好外交的形象 我們如何發生呢 但是我在想 這個地方是不是很熟 因為它可以規定是改名字 可以找到改完名字 適宜出來的一個效果嗎 對啊 對啊 當然就是 你的意思是說 應該中間有一個國黨 他要先當一年的鮭魚 才能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行銷方式 可是我是覺得是說 為什麼改名字是三次 嗯 其中有一個他改不回來啊 沒有啊 但是後來他說他記錯了 那個民政局長說他記錯了 事實上那是第二次而已 所以他還是改得回來 對 我今天才看到行銷 所以你看我不是完全沒有跟 哈哈哈哈 對 但是確實啊 這個真的是可以討論的 就是 會是行銷三次 那為什麼不是 五次六次 或者是七次 那這個所謂的特殊原因 是不是任何一個分析特殊原因 那中間它造成的行政成本 是不是應該要 就是一個比較合理的 這個對價 那但是這樣會不會變成 只有有錢人可以吃鮪魚 還算你怪怪的 哈哈哈哈 對 那這個真的是偏好的 我覺得是台灣的好處 就是說 大家都不會覺得 這個好像是誰說了算 而是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是確認您的想法 就覺得說 可能中間要等久一點 是不是 就是讓它的負擔要稍微重一點 才能改名 這個大家覺得呢 嗯 那像蠻多人同意的 我說完才高興就好 那你是為了要吃這個東西 你本身是一個能力 可是政府來講 它從前面的 對 就當了人要趕快 那在裡面是不是相對 你要有一個支出 就可以遏止這個鮪魚 嗯 可是你也會影響到 真的需要改名 不是去吃鮪魚的人嗎 當然不會 我剛剛講的那個 過當大家覺得呢 就是蓋著名字說一年才能改善 我同意 就是說我若願意當一年鮪魚 我就可以吃鮪魚 你要有一個鮪魚 讓他去承擔 做這件事情 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無所謂 所以這是為什麼感名的 因為它都是學生 因為其實感名字 這個不是只有感名字 是一單這麼簡單 因為其實像我們有這些 信用卡機器等等的 對啊 很多東西都會牽涉 所以我們不覺得 這個過程是有一點不自由 而且我個人看到的是覺得 好像這是一些負面的觀察卡 他們居然會不會有 吃一餐這個便宜餐點 然後我們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會改善 其實這也是五分鐘熱度 然後我覺得重點不是 如果你去觀察 然後後來就開始有人去講說 他的朋友就是在這個壽司廊店裡面 搭經接待了九十鮪魚 然後煩腦指標是Bullet Awards 對應該覺得說奇怪了 這些台灣怎麼會為了這樣子 然後去大量的做這個事情 你覺得 因為他比例還是很少 沒有 都是學生巨頭 對啊 都是年輕人 年十字 我覺得不用管他 就是說這個是 那已經人想要做 想關你了 就是說 民俠的這個 不管是動向是動向 沒有那麼多的人 全世界都自信 不然光是就是蓋 那些紀錄 怎麼講話說的實際 對啊 就不想太多 對啊 不過如果 如果就算你手上有那麼多銀行帳號 那但是如果是早上改 下午改回來 其實你也不用成本 對吧 像八十間成本啊 一樣 沒有啊 沒有啊 因為因為我的銀行帳號 這個我不用去平行啊 因為我如果是早上改 下午又改回來 那我只要那一天沒有人會錢給我 對啊 所以就是說其實就算是很資深的朋友們 就算是零下有很多動向都動向 如果你打定主意 下午就要改回來 你還是沒有想要怎麼主意 好 老師 這個失敗的年紀人 讓人想出錯 他沒在想出錯 對啊 因為這樣的 假習慣 對我們來講 是很蠢的事 然後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到晚想知道說 我可能稍微要把財產做 那以後這些年輕人 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為了一點點 什麼事都可以做 那如果再有更大的利益 有的時候 價值張的世界啊 問題很大 所以我聽一下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當然 譭然意思就是說 除了他一點點時間成分 以及轉嫁到務所人員的 那一個成分之外 他不用負擔太多嘛 那所以就是一點點 比這個負擔高一點點 不管是他可以鴻一陣子 或者是在同學面前說嘴一陣子 或者等等的這些 對他來講 個人的社會的得益啦 Social status 就是跟他做一件事 那你擔心的是說 那未來這個 如果用盈又更大的話 那他可能就會做更加這個 可能成分不在自己身上 都是外國化的一些別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可以好好思考 我也覺得可以好好思考 我覺得 我目前聽到的 都我覺得很棒的一些想法見解 但還有朋友想要問 我先改名詞的話 就是固證事務所 他不會那個時候 我們會問他一個譬如說理由嗎 我們有沒有在定義這個理由上面 那他有寫一個特殊原因 那然後那個特殊原因他就要甜嘛 那所以他就會甜嘛 所以說可以吃到 你想吃貴甜 哈哈哈哈 欸 因為他就沒遮到命 但你這個可能有什麼具體的想法 keys 不錯 不行 請問一下你,立下也許會 不然你想另外一支 如果要換衝 在這個模組上面,可以立下也許會吧 OK,所以就是說按照你的意思 就是說他如果覺得有換衝啊 或者是說他覺得我命令缺水 趕快加個水資金就出去 那這個算是25元 對,那是我命令缺歸 但是我命令缺歸 意思是這樣嗎? 意思是這樣嗎? 不要改變更不變的 沒關係,沒關係 是不是應該可以有一個開校便宜的小孩子 而不是我們現在升級,馬上他就下來 是不是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時間是說 三天或者多久 跟他講話,我是殿下,我只要提早一個禮拜講這件事 那可是至少會讓你有一個 有預期,是不是 這個也是,你很好有一個想法 剛剛這邊 對,我覺得這個整個教育製作的問題是 對不對 以前這個問題是 是可殺不可辱 現在是可辱不可殺 對不對 你現在改名吃牛肉搞不好也會改 殺個改名是對語吧 對語可以殺 對 家裡說也是一樣的 會讓這些人這樣子可以 為所欲為 對,所以簡單來講 您的意思是說 以前大家對於改名做的是一件慎重的事情 簡單來講就是說 這是可能整個家族的事情 可能因為族部長會有所改變 但是這種懷想式的改名 因為在以前很少見 所以其實整個社會的話沒有準備好這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如果他早上改下,我改回來 族部也不會有分改了 不是趕快 哈哈哈哈 他早上改了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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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就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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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就好 但是確實就是以前沒有這種情況 所以以前的那個社會常規裡面 沒有考慮到這種情況 確實是這樣 這邊剛剛你有問題 呃,我其實 這個問題是我提的啊 對 哦,ok 那其實我們這個問題 你可以多講一些 我想跟各位說的時候 其實我 不是要討論 我們這個人做 小朋友做這件事 我也想 只是跟我去想說 其實他們思考的方式 已經不一樣 那 其實我想要聯想的東西就是 現在的電動機車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他們是用訂閱制的 那對我來說 我無法接受這些 可是年輕人都可以接受 嗯 對 訂閱制你要不要多講一下 要不要多講一下 訂閱制不是說 我每個月收到一台新機車 不是月台 還是那 我每個月要講電池費 我每個月要講電池費 我會想錢這樣子 對,這是電池就是要錢 還是每個月要錢 月豬費了 月豬費 它不是買斷的 你知道嗎 那現在的10下年輕人 其實對這件事他們都能接受 那其實我們很多商業行為 尤其這些老闆 他們都是買斷自己 所以古法創新的 我想要的是提醒這些企業家 你是在美搭還是在美搭 感覺又一定很大部分的家 感覺又是想要對 又想要保護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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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明明損的案包 感覺是來報仇 有些人會可以感應報仇 我想要說的是其實我們可能 這件事對不對很重要 是為什麼會做這件事 是現在或許比例不高 可是很多年輕人想法也不一樣 其實我們在企業裡面 或許要有這種創新的想法 而不是真的啊 對不對好不好 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 我聽起來就是說 可以是用自己 就算目前不能理解 但是至少先抱持著一種說 我不急著想要判斷 先看看看到在幹嘛 這樣子的一種心情 對 確實我是覺得像 像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像印表機 當時從點證換成噴墨的時候 那有一陣子 噴墨印表機非常的便宜 就是比點證還要便宜 那但是為什麼 是因為它墨俠賣很貴 所以攀題來講 就是說它其實是拿那個 你不可能不換墨俠的那個錢 那所以當時 因為當時我也沒什麼錢 所以還有那種補充的那種 非原廠的嘛 稅貨啊什麼之類啊 那種方式 還要讓人自己合成 然後你可以注入墨俠 然後原廠就會有一個 正牌墨俠的這個偵測器 然後你再把正牌墨俠放進去 但是像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 本來就有這樣的 business model 其實我們當年也有 只是說大家會覺得說 噢你不要急 那個是很工作用的 但是自己的車子 或者摩托車 感覺好像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那樣子的感覺 那這個確實是大家對於ownership 就是對於哪些是融用 哪些是我目前使用的 確實開始有一些轉變 剛剛是後面要對線 等一下就是 我到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覺得 哇 這個老闆 就是這個 idea 可能是年輕人提出來的 所以常常我們當主管的人 如果他提出 我會說什麼可能有人這樣做 我一定先打回去了 所以也許在這樣的一個思維裡面 如果年輕人把這個東西丟給我們 然後我們一定打回去 可是我覺得他的效益 從不管改名這個事情 怎麼樣 但是如果從這家店裡面 至少他媽媽可以這樣打 那個廣告費 很棒對不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 他的確也讓這個鮭魚的這家公 這家那個聯手店的知名度 很多大家來討論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我們自己要是反思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接受創新的時候 我們做主管的 是不是就是那個打壓創新的那支 這是我的感覺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好像有名字裡 有特定的字的搬家 對 所以這是非常常見的marketing 我覺得這次主要的創新就是 兩個字都是這個字的時候免費 對 這個是沒有的 以前比較是前面的部分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我們剛剛講business is usual 就是以前都這樣子 所以大家會批准的文案 大概就是以前那樣子 那如果加一句說 這個兩個字一樣免費的話 常常就會覺得太荒謬 我就把它奉絕了對不對 意思就是這樣子 這個我覺得很有意思的 看大家有沒有別人要分享 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開放式創新的意思 就是誰也不能夠變成好像是 賺利益或者是其他智慧財產一樣 就是你得先問我這家壽司店 以後才能推出這種marketing 所以應該是不會這樣子 所以可以預測啦 就是我也會有類似的東西 那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很多開放式的創新 它確實就可能造成一位活風 而且也造成可能一些外戶性 不利的外戶性 那很多關於就是大家對於 傳統上面對於名字 對於租戶 對於這些事情的感受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好像有點被擔心 有點不舒服 那或者是說 對於護身事務所人員也不看 可能也不舒服 那對於這個連鎖店的外場工作人員 可能也很不舒服 就是任何社會創新 它也會有一些外戶性 那我覺得我們去看這些外戶性 像剛剛大家做的 就是去做一個所謂的accounting 就是去給出交代 就是說你自己的這樣一個行為 或者傳播一個行為 它造成了外戶的離開相關 這個哪些利益 或者不利益 那讓我們是沒有很 rigorous 就是弄成什麼貨幣化 SRO 什麼東西 但是真的要算的話 就是護身事務所人員的薪水 實習什麼那個都算得出來的 所以當這樣子算出來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去討論說一下 剛剛有幾位同學說 那我們如果要 讓這樣子的事情 不要浪費 護身人員的時間的話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方式 不管是說 把他的這個轉入條件 設定成付名前面中去歸於 這確實是一個方式 或者是說 讓他可以自助式的 就是請完了 不用浪費到護身人員的時間 對不對 這也是另外一套方式 那但是 無論如何覺得大家可以去追蹤 這種女孩關係人的 共同利益 那這個的前提 就是我們有這樣子的公開套 然後大家把 每個第三關選 看到的利益或不利益 都講得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一個過程 事實上這個就是創新 為什麼 後面我們都在講 measurement 就是我們要先量這個創新 真的是對社會好的 而不是不小心 就是讓社會 所以可以彼此之間 那一個無形 或者是破壞掉環境 等等這個情況 好 那這個題目我們非常感謝 提出這個題目 非常好的討論題 好 那我們就繼續 有五位可能問說 這次演講主題 是社會創新的發展趨勢跟脈動 那稍微角度來看 當前 台灣社會創新的發展情況 是不是能夠跟西方國家 做一個比拟 可以比拟 或者不可以的嚴重 可不可以做一個分析 我覺得台灣社創界 有一個很好的立足點 就是在台灣有非常強的社會部門 那社會部門在其他的國家 甚至沒有這個詞 很多西方國家 你要跟他講社會部門 或者你在講社會 那你就要講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 可能也只有學者比較知道 你跟他講就是說 做慈善的 可是做慈善的 其實只是社會部門 或第三部門裡面的一小塊 其他還有做事業 或者是在地的一些小型的 這種互助組織 像我們很習慣的 這個出去互助會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 就是廣義來講 就是在社會部門裡面 運作的一些邏輯 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服務這個社會 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賺錢 但是可能也可以 就是自如營會的情況下 也可以永續的經營下去 那在台灣本來就有很長期的 這樣子的傳統 當我們在解釋 台灣的社會部門的時候 怎麼都會拿 大家耳熟能想的 像祝福聯盟嗎 那就是合作者型態 本來是基金會 但是接下來就變成共同購買 那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公司型態的話 可能有禮人嘛 那禮人可能有很多朋友 就是有去買過他們郵寄啊 這些認真的東西 他們也同時在就是倡議 這個環境優先的一些做法 那如果是純粹 一開始是基金會新開的話 那好比想說 喜漢爾基金會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喜漢爾三個字 本身就是社創 就是跟那個 就是珍珠奶茶一樣 就是你聽過這個字之後 對於這件事情 就有新的想像 他們發明這三個字 以前是叫做 他們是人患者嘛 那或者是當然有些 比較難聽的一些字 那我就不在這邊講 但是當現在 大家講到喜漢爾 講到漢爾的話 那第一個 大家的印象都變比較好 而且大家的聯想 都是很會烤麵包啊 那或者像我的聯想 就會是很會畫畫 因為我的工作地方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的 那整個布景啊等等 大概都是一些漢爾化的 他們看到的世界 畫出來就好像飯糊一樣 我覺得很非常有創造力等等 那所以這些都是在台灣有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以上 非常悠久的歷史 而且大家會覺得 我們社會裏面本來就是有這些 社會部門的力量的存在 所以當他們推出一個新的創新 好比像說 舉例來講 祝福聯盟 做事 去年因為要退減速嘛 那就是共同購買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把塑膠的包裝 撕掉一些標籤 拿回去回收之後 那他們在那邊用簡單的繳碎機 就把它立刻變成做成 撞洗衣精的這些瓶子 那這個其實乍看之下明明無奇 但是事實上在很多其他國家 他沒有辦法去回收 這種Great的塑膠 就是因為 思量表現重新的這個 充滿成本是太大了 像在台灣我們的玻璃回收率 也相當的高 那其實也是因為 就是大家很願意 畫自己的時間去做分類 那就是透過這二三十年 他們的推動 這些已經都不叫創新了 已經變成我們的生活 一部分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 這是台灣社會創新的趨勢 所以一開始的這個點 就是有很強的社會部門 那很強的社會部門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 在其他的西方國家的創新 常常就是所謂的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說工部門想要做法 他自己沒有辦法完全做到 所以他透過可能BOT 或者是一些公司協力的方式 然後跟大的經濟部門的player 一起來做 這當然都很好 是真的可以解決社會問題 但在台灣的話 往往不是靠藏的方法 但做決定來講 像之前PM2.5這個概念 剛出現的時候 那大家知道說 這個是一共是污染嘛 那可能會被整個健康做妨害 但是在這個概念 大家比較受試的時候 當時環保術在全台灣 只有我記得八十幾個感測站 也就是說當你要知道PM2.5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環保術真的它的測站天高環天 其實不是真的很能夠明確的告訴你 到底要出門還是不要出門 但是在2013到2015這段時間 慢慢就越來越多的這種小型的製造者 就是Makers 他們自己想出了辦法 用很便宜的可能LED的那種感測設備 感光設備等等 你就可以兩片而已 不是很準 但是也做得太非 那所以這個就後來叫空氣盒子 可能很多朋友有聽過 空氣盒子到最後就變成很多現時 就是他們的環保教育的教材 那他們在小學裡面去教 像我們小時候要養殘寶寶 你就可以知道殘寶寶的生命史 那所以你現在養一個空氣盒子 全班養一個空氣盒子 就可以了解資料它怎麼蒐集怎麼處理 怎麼利用怎麼聚合 這個資料怎麼校正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整個資料科學的所謂資料素養 可以透過這樣子一個東西來教導 那當然也可以讓大家更清楚說 給大家附近的問題是怎麼樣 但是等到這些資料真的聚合之後 就出現一些做分散式帳本的朋友 像Yota 就出現搶搭那個Lab 那它就可以很快的去 把這些資料促成起來 而且沒有辦法竄改嘛 可以增加它的空氣盒 那又出現了很多實際化的朋友 好比想說距離離領事政府 有一個叫做空世界化 那有另外一個叫做子報在哪裡 應該是抱子的報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它講的是子報嘛 就是說空氣盒子很糟糕 所以大家可以拿手機 就一下子可以看到 目前實際片尾聯繫的這個地圖 那這些都造成了環保術 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大家都沒有人要看環保術的數據 都去看這些管理科學的數據 可是它又不能夠像 就是我們附近的一些專機證券一樣 就是當兩千個車站在民間出現的時候 就趕快想帶頭人來核查 那對不對 其實我在聯合國中邊 分享這個案例的時候 大部分的壓軸國家就說 你為什麼可以縱容它 在他們那邊是不會接受這種事情的 但是我們不可能去否定社會部門 但它又不是單一的大公司 你不能跟那個大公司談就好 就是一大堆草根的朋友們 自己在裡面去訓練 自己量度自己視覺化 那所以我們唯一的方式是 就打不過就加入 然後我們就坐下來 跟這些朋友談 說那你們的策展 這個可能就是感測員見不準 我們請公園院幫忙校準 或者是說他們使用的Wi-Fi 這個連線可能有資安的一些疑慮 那我們用ZEROG NVIOT LORA等等的方式去制定 IoT的資安標準 讓它不會危機校園的資安 那就是說 凡是民間沒有想到 或者是說有想到 但是沒有資源處理的事情 那跟我們就要做 那民間有一些 demand 就希望可以在工業區裡面 去掛空氣盒子 可是當然就是 當然換教的老師 不可能帶著小學生 創新工業區去放盒子 大概一下就會被趕出來了 但是他們 你如果看那個地圖 就看到一些就是缺口 那後來我們就去協調 那就發現說 原來裡面的路燈其實是政府的 所以我們真的可以在路燈上面 因為它有公電嘛 就可以去掛這些空氣盒子 那後來也真的掛了 那所以到最後就形成了一個 很棒的一個計畫 叫做民生公共互聯網 aci.tai.tv.ogou.net 這點對 這個計畫就是從當年的這個 攻擊盒子開始 然後去展開到 不是只有空氣 而是包含地震的速報 水資源 保海水平之 然後就 剛講到了ighingely網的 tests 等等的这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就变成是说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上面 看到更新的这个资料 然后包含抽水机的超级部署啊 或者是解决年税问题啊 这个在上面预警啊 这个农林灌溉啊 尤其是好像现在的这个水资源调度啊等等 都是因为当时这些公民科学的朋友们 告诉我们说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设定 然后公公们就把它学起来 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对于整个环境 更加受妄想助啊 那也可以变成像以前说 常常这个主动机差啊 这些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那这些微型的空气品质量设计 也就可以提供足够的证据等等 来到最后当然 看后面也开始有一个产业面出来 不管是做这些空气盒子的 做资料处理 也做资料价值的 甚至把这一整套这个卖到全压轴的 等等的这些系统上 就因为这样子长出来 所以这个我对于其他的西方国家 在分享这些案例的时候 都说台湾这个叫social sector first 就是先是社会部门 为了解决社会公益问题 根本没有想赚钱 然后自己弄这一套 但是因为台湾非常的民主 所以他们就是押共同 非得参与这个共同治理不可 那等到这两个有一个共识之后 那民间部门才开始 在符合社会公益的建议上 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圈 所以也可以把它叫做 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先从社会部门开始 再共部门再次部门 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 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的特色 我们在很多地方分享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 那原来台湾关于社会也好 关于环节也好 很多东西就是这些很坚实的 这些社会部门在驱动的 那我觉得这是可以逼你的 而且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大概这样 好 那有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Tesla的马克 马斯克 应该是马斯克 好 那大家要买的是比特币 那我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的看法是说 它可以让大家更开始了解 加密莫比 也希望更多人因此了解 加密莫比 后面的基础就是区块链 以及区块链后面 反正它有达到的事情 就是跟30上半 那只要越多人了解前面的人 那一定有足够的%的人 会开始了解后面的 那但是我在意的东西是 分散式上半 那以及分散式上半 它可以对于责心 就是大家很容易的 彼此给出交代 或者是说 可以多方起来运算 但是却不会 牺牲掉任何一方的因此 等等这些技术 它别的可能的应用 那但是比特币 当然是分散式上半 技术的所谓Killer 就是大家都听过的 那个应用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 大家如果能够 因为这个应用的关系 多来了解分散式上半 以及这些能够加强隐私的 运算技术的话 那我觉得它的这个 Marketing的作用 应该也算是完成了 那至于就是 到底要不要买 那因为我是公务员 公务员是不能给 这双投资建议的 我每一年都 每一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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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特别写一行 本人从就职日期至身贸易 都没有持有 央行所认定 至高度投机 性质经营商 低估化 鼻河鼻河鼻仔 那样 这些事情 所以我今天是绝对不会 对于要不要买完 谢谢 这些事情 应该可以说话 等等我 这个 就是这时候再说话 有三位朋友们问说 创新 就是一个大家 普遍可以接收的定义 对于已经 事业有成的创业者 或者已经成型的企业 还有传统科技眼来说 我在创新方面 给这些人 或者是这些企业 怎么样子的建议 Innovation 就是创新 当然有各种讲法 但是我自己 比较喜欢的讲法 就是说 它是可以复制 可以扩散的应用 那这个的好处 是说把它放在 那个复制 跟扩散上面 因为对我来说 如果是闭门套区 那当然其实可能 很多很新的东西 但是在设创的时候 用法上 可以说是完全 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设创的意思就是 它要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但你如果 连第二个人都不告诉 那第二个人 要怎么参与呢 所以或许在产创那边 它是有一些 它的意义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讨论的是设创 所以我们就会把重力 放在它可以复制 它可以扩散 在这件事情上面 那可以复制 可以扩散的 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 它并不一定会 需要你去把你的企业 整个拆掉 变成所谓的社会企业 就是为了解决社会 或环境问题 才存在的那种企业 你可以一个产品 一个服务 一个作品 一个合作关系 它稍微导入一些 新的社会创新的部分 就可以了 那这一部分 我们在社会创新平台 就是SI and Taiwan 大家会发现说 只要是我们家做的网站 其实非常容易预测 因为后面都是 台湾的 GL 每年TW 但是刚刚是CI 台湾 那现在是SI 台湾 那还有AI 台湾 那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 除了就是有时候 会放一些影片 来电影社会创新之外 中人知识 中人处置 那这边最常见的 就是我们会 颁很多的奖项 然后有一些行路 然后你也可以下入 CSR演义会 然后来去奖励这些 真的有在解决社会 或者环境问题的这些朋友 那每一个年度 我们都会颁一些 Bine in Power的奖 然后去让大家看到说 也会把一些全新的 就是社会跟经济部门 合作的这些案例 开始出现 我们去年还没有上架 所以就只好看前两年的 那在国际的部分 我们也会去看 就是每一年 我们的得奖的名单 就是整个亚太区域 我们会找很多 就是社创的组织的朋友们 然后来就是看 我在过去一年 发生过哪些创意 那这些创意 它是怎么样子去解决社会问题 然后在这里面 有哪些本来不会合作的 那因为这件事情 就开始合作了 所以举例来说 像Bine in Power 它本来做的是 就是小型融资 以及有点像是 就是类似Uber Eats 但是给炸货店吧 的那样子一种 新加坡的一个电商平台 就跟任何其他电商平台一样 那但是他们有一个 新的产品牌 叫做Bine in Power 就是For Migrant Worker 就是给菲律宾的移工 就是他不在菲律宾本国工作的 这些朋友 那所以他当然不在本国工作 他不可能自己去提货 所以他就是透过这个界面 然后买一些家用品 这些或者是一些生线 一些杂货 但是交给他的母国的 他的家人去提货 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 他们平常是把钱回回去 那会回去之后 拿去如果买酒 或者度货 或怎么样 他其实对这个玩具 没有攻击权 那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电商去货 替货 那这个平台 其实就解决他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就一下子 就说服菲律宾 当地的这些朋友 去跟他合作 可是你说Bine in Power 这个团队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就变成全部的社会企业 也不一定他本来的那些 商品牌都还在 但是他因为找到一个 可以解决社会的方法 那就可以让他在展店上面 在跨国政府合作 至少这个对菲律宾政府来讲 这个真的是解决一个 很大的民怨的这个问题嘛 那所以他也会愿意 用国家资源去 把他找新的会员 那在上面以后 要做这个卫星贷款啊 或其他的贴金融服务 就变得很容易 因为他就开始有一个 user base 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次这个有创新新的 partnership 一次新的合作关系 想必能够跟菲律宾政府的合作关系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一个商务拓展 他不是传统上面做CSR 说我有赚钱我想要做一点工艺 然后我捐钱这个去做某些事情 不是这样 而是说我用我的核心智能 像他们做电商的这个核心智能 我想一个社会问题 我去跟也急于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向菲律宾政府去台一币合作 那这边合作 我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成本 因为我本来就是做这个的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成本 他是浪浪学传本推广 那这样加起来说 你真的可以解决至少一部分的 这样子的社会问题 那当这件事情发生了 我觉得这个创新对于这个 一层型的企业来讲 就可以让他找到新的 就是加持链上面 可能通过到的这些合作伙伴 所以这是我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不是材料 你本来的核心智能 这没有什么意义 而是说你找这个核心智能 跟你最不想的 你平常根本不会去想到 说可以跟他合作的 但是因为你们都关心 某个社会有环境问题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开始合作 所以如果有空的话 也可以多看我们的 Bine Power跟社团会作奖的一些案例 那可能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灵感 那有三个朋友想要问说 我要怎么样在Sage上面 开一个账号 我才可以问弹簧问题 然后我不太认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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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Sage也是一个 所以一位朋友提到的网站 我们把它投影出来 它是一个逐字搞的网站 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当社会政委之后 已经开了一千多场的会议 跟六千多人 一共加了三十一万五千 就把七十一句话 那 然后 所以所有来访的人 呃 不管是透过YouTube的影片释出 或者像这边看到的是 透过逐字搞释出 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隐瞒的 就是我当政委 几乎每天开的各种会议 包含我在内部开的这些会议 那大家都可以逐字逐句的看到 那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 呃 我们不是只是分享 我们已经制定出来的政策 我们跟 好比像说 当时我二零一一年是 岳刚入格嘛 我是岳一号入格 当时我就被找去立法院 然后当时 呃 燕秀委员 保庆委员 库鲁医院 等人这个 开了这样子一个 电竞的定位的这个会议 那 当然 施文斌理事长也 来讲了一些话 但是对我来讲 比较 呃 重要的就是 呃 这些电竞选手 就是丁特 呃 他当时就出现了 然后实际在讲一些 他碰到的这个问题 靠比像说 兵役的问题啊 靠比像说 他要国际的队伍来 他不但接不到 呃 这个比赛的场馆 因为没有主管机关嘛 呃 而且是这些签证都有问题啊 然后 反正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就是他们觉得被歧视嘛 那这个题目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呃 在这个之前 从2006到2016 其实已经有不知道 多少任务员或院长 已经协调过这个题目 甚至之前 我们也其实任务师 亲自协调 那在协调的时候呢 他们都碰到 跟我一样的问题 就是教育部主张 说我们体育主持官 体育哦 就是身体的教育 那你可以想象 小学生 就是 早上体育时代打电竞嘛 你一定可能想想 他不是体育 那他应该是文化哦 那文件会或文化部 就会出来说 没有我们管是情急出话 那是有百年的历史哦 然后已经有百年的历史 在来找我们 在此之前 应该是 经济部工业局软体组的事情嘛 那工业局软体组就主张说 我们现在在讲的是 运动员的权益嘛 那他好像盖一个篮球场 篮球场的那个篮筐 那颗球 都可以说是经济部的 经济部从来没有管过球员 不知道为什么球员 今天要经济部管 所以应该是体育处的事情 就是 那球可以三部管 三部管这个地带 那所以之前就是 有时间 行政院长亲自协调 那一出来马上就有反盘 完全没有什么 就是执行的方法 所以你看我 11月1号第一次协调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每个部位都振振有词 那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立场 那所以呢 我的协调方法 为什么我用CN的网站呢 就是说 好那我就感谢他们 就感谢他们 那我知道他们有很多 做不了事情 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在一起编辑 一个十天 现在是十个工作天 之后 我就把这整个都公布出来 那公布出来之后 我就把它 就是贴到网路上 那因为这个是跑进主作群 任何人都可以转贴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下子 Mobile 01 雅虎电竞 巴哈姆特 PTT LLL版 八卦版等等 反正在网路上面 大家会讨论电竞 这个地方的这些事情 这些群組 就开始讨论这一份主资稿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虽然一开始也是有 非常有情绪性的留言 在一下留言 那但是呢 很快大概到第五个留言 就会开始出现 非常有真实拙见 专业的见解 这叫专业的五楼 那这个专业的五楼呢 好比像说 在当年有人看到这个 他就提出一个 我觉得真的很棒的见解 就是 他主张围棋 是一种电子禁忌 因为围棋 现在都是通往路上 这个是没有错的 那AI也吓得比人类好 那一年才刚刚出阿发工 那所以他 从各种程度来看 他就是一个 会合制的电竞 所以他的主张就是说 那文化部本来 就有围棋的一些辅导办法 那教育部本来 就有围棋专办 还真的有 那所以电竞 就是 你不能只 鼓励会合制的 而不鼓励别的电竞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他觉得 我们就专用围棋的状况 就好了 那这个是不是 创新的真的蛮创新的 所以这个众人 就是众人助治 就是大家都可以提出意见 就是靠助治稿 就是say to 这个方式来达到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后来来北方第二次协调 那文化部的主命 突然之间就发现 围棋还真的是一个电竞 没有错 他有文化服务仪的设计 没有错 他自己面前的时候也想过围棋 没有错 那 就是开始有 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就出现了 所以他们的立场就开始松动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再把第二次第三次主治稿公布之后 其实不到两个月 这件事情就协调完了 我们就给他一个新的定性 说是这个文化技艺表演工作者之类的 所以我们三个部位都有准用这个的事情 也不是给他什么特权嘛 就是这些不会现有的资源 那他可以再用 其实只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当一些的事物发生的时候 我们靠这些项民的意见 我觉得其实非常的有道理 说明这个项民其实就是承办人 你也不知道 那应该他是匿名嘛 就跟斯拉德一样 所以他就是会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 而且可以对我来到会议当中 所以在这个saying上面 其实并不是大家上来say的留言 这些是实际面对面 有讨论过事情的记录 但是你随时都非常欢迎 把saying这件事情 在你自己的版面上 比如说如果你有Facebook 或其他的版面上面 贴出来 然后分享出来 然后跟大家讨论 如果你想要对里面的某一句话 来进行讨论 好比像说这个 不知道 明年招来电竞选手的替代引擎 不错 你想把它框起来 你就只要按link 那这个东西本身就变成一个social option 就可以直接测试一下这句话 那当大家点进来看的时候 他按这个show context 他就可以看到他的上下文 其实就没有断章距离的问题 那你在这边 就是在自己的版面上面分享 那你加上hashtag 就是警号唐风的话 我就一定会看到 然后如果有什么 就是有值得支持参考的 或者带到会议上面的 那我当然就会联络你 或者是就会直接 把他带到我们的会议上面来 进行讨论 所以saying并不是直接留言办 但他确实可以去促成整个社会相关的讨论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 我最近在忙什么的话 其实就是看我们saying 这个应该是讨论近平台的事情 整理群的来访 那或者是一些像 总统配黑客送 像我们现在透过 就是居家的 远居的视讯 那也要能够健保有给付 今天是那个远居医疗 健保给付元年 所以大家就发现说 我个空很难刷健保卡 那怎么办呢 你现在就是开始 开发虚拟健保卡 用健保卡一通上面的QR Code 可以对着这个镜头扫一下 也就相当于扫到健保卡 那这个是在跟他讲说 今天怎么要做这个测试 那常常就是我这样贴出来 然后当然我也会贴出 部位的简报 基本上我看得到了 大家都看得到了 那很多人就会直接写一包信过来 所以在第七页 他发现有一个技术上面的问题 有一个更好的做法等等 那都非常欢迎 直接跟我讨论 那如果 我知道很多朋友 就是比较习惯用来 我公务是不太用来 但是如果大家有一些 这个建议要PO给我的话 那也可以在那里上面 我叫Digital Minister 那然后IG也是Digital Minister 那我们看一下 大概还有二十几分钟 就休息 刘宗岳同学 表示 但是在基础能力结构 被新商业模式 比如像外送互相交流 导致生产的基础能力不足 而生产是一个真实法人单位 但是许多新的商业 都是境外的单位 不知道未来如何应对 这个我听起来的意思是说 Uber Eats 或者Fu Panda 这样子的外送的 营运寻生室的人 是在外面 但只有他的外送员在国内 那这件事情会导致生产技术能力不足 就是大家不会去工厂 都不会去外送 是这样吗 我不是很确定 这个问题的意思 还是提问的朋友可以 就是提出一下 是 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想要知道是说 因为相互会一直在哪里 那边哪里都是 等于是境外 他并没有在 他不是实地的国内的法律 他也没有睡 没有成本 那因为他的外送员本身呢 其实我们在中南部 遇到问题是 他们去领导的 就是实地的领导 那其实我们在 我在 因为我们公司在原理工 做出的工资 也许 那像汽车车4D的工程 他移到的行程上 他只要一个月开两天 走到后再开两个行程 我不知道他没骗你吗 那我问了两三个 他不是说 他能做到四五万 可是在我们工厂的一人 薪资的工程 都是在三万多 那导致说工厂 基本上没有新的 人员家人 但是未来在这种 创新加工会 就是我们永远在面对 就是 第一个我们房单位 没有 有睡了 应该就没有 我们需要面对 这种 那 身材还是一个 我的外面是一个 我家 还有 交税 干嘛 但是 面对这种创新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所以 这个 以我的理解 在我们那时候 跟Uber公开谈判 然后让他转型成 台湾的机身车公司 Qtaxi 的时候 他也 一定把 应该叫优食 优行公司吧 就是Uber 也注册成国内公司 所以至少 今年 以今年实际的情况来讲 不管这一家Qtaxi 车队还是Uber公司 还是Uber公司 还是Uber公司 它都是 台湾注册的公司 也有交税 但是这个是 基程车 当然它是 转公共运速 所以也不一定要交那么多税 但是无论如何 它是注册成 就是在地的公司 但它刚进入的时候 不是这样 确实 它是有一阵子 用京卫公司的这种方式 去 工程的原因 也都是真的 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 广泛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现在 大家都像 刚刚这个 也有朋友讲的就是 服务慢慢 这个 sector变大 然后生产这个 sector 慢慢变少 或者是说 大家也不再觉得说 好像 我一定要去固定的地点 吃一顿饭 甚至有些餐厅 因为这个 优食或者是福开那的关系 它们都开始变成 没有什么外景可怜 甚至变成 类似幽灵厨房 就是剩一张桌子 但是全国都是在做 外景好的餐点等等 这些也都实际正在发生 那 所以就变成说 越来越多的人 是投入服务业的这个 sector 那服务业它的 平均薪资 开始慢慢 因为这些科技的关系 减少行政成本 而希望它们有主工会 现在也有主工会 然后慢慢有起来的话 那在制造业这边 好像就必须要 就是想办法增加自己的margin 不然的话 它的薪资 看起来就会比服务业比 对不对 听起来意思是这样子 我大概两个想法 一个是说 也许这个也是 从制造业这边 也许也可以开始去想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利用类似 Uber 或Uber Eats 这种让客户 不习心研究 和客户建立 新的关系的这种可能性 我举例像刚刚说 那个摩托车的领域 然后我立刻就想到说 是不是我每个月 可以就是有一台新的摩托车 然后把旧的摩托车放回去 其实我并不是完全乱讲 所以这个也不一定不可行 那在后面上说 做鞋子的 像我现在穿的这张鞋 F1E 那它其实是回首在职的 就是它是可以拿你穿过的 可能牛仔布 或一些塑胶 那些肥料 它把它做成鞋子 那这个不一定是品质变差 有时候是品质变好 像Nike 我记得有一款非常贵的 那你最时想要改颜色 想要改造型 你只要把那个鞋给它 让你寄回去 它把它融掉 然后再三滴滴 引出一双新的鞋给你 你知道 负担中间运输的费用 当然这个是Prototype 不是说大家都这样子在穿鞋子 那或者是说 讲仿制的话 像我身上这件衣服也是 就是它是完全用灰瘦的保特瓶 然后咖啡渣 质层 然后应该是新菜的 咖啡商 那咖啡商它现在主打 其实是积能不了 并不是它是玄花灰瘦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如果是国外的鞋家的话 可以看到说 它可以减低碳排放等等 那它就很容易去说 那我要的是这个材料本身 那设计我会很愿意帮你 再加新的设计商圈 我觉得这个材料本身不但是新 而且它可以就是 就是展开IT球之类的 那在国外这种绿色鞋家也会被的比较高 那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说你可以随时因为它 不要说洗心研究 展开IT球也可能说是洗心研究 新的社会或者环境驱动的这些要求 而去快速的去调整 就是你的客户的关系 那这个产品变成是好像第一次卖去只是 一个试试品那样子一个概念 但是事实上它会不断的送回来再吃 或不送回来 但是它当场可以再吃这样的步伐来做 但当然我不是很确定你在就是 产业的状态 所以并不是产业里面每个位置都可以 这样子产业服务化 但是Uber Eats或者FuPen 或Uber本身也就是因为 大家透过APP可以传递更多 自己想要的偏好的讯息 而不是到了餐厅 只能从餐厅饮好的菜单上面点菜 那所以他们就可以取得更多的数据 然后回来让这些服务提供者 可以再回去就是去Customate 就是去把他们的菜单 变成实际上的客户化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想这个趋势是全面的趋势 它不是只有服务业才能够用 有一些制造业 按照你的前面的位置 也可以去用这种定制的 随选的 有一点订阅的感觉的 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也许这些也是可以考虑的 那如果你一两个产品先 有往这个方向转型 也真的找到你的做法 那或许在这个上面 margin会变好 那这样子的 你的工作人员也许 也可以就是有比较好的来运 或许是这样子 但是就是以上都是完全在 没有很完整的地方 那麦都请把它讲 最不一定是 那我们再一个问题 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SDGs对未来企业的思考方向 环境容许 以及社企对于平台的影响 要怎么样子规划SDGs 那大家应该 就是至少有听过SDGs 那我们就看一下 那SDGs就是这十七个 我们还没有去发展目标 那它的数字是有第一的 就是数字越小 它越就是切胜 就是越容易想象 越不抽象 越具象 所以一开始这个 平基建交 消除品和消除企业 良好健康 优势教育 性进能量 性别平等 接近营税 这个客负担能源 良好的工作 公平承认 这个到工业创新 以及建设不平等 就开始比较抽象 永续成乡 那负责任的消费生产 就是我们现在叫做 循环经济的东西 那到后面 这四个就是全球性的 那七海陆核 就是切合行动 海洋生态系 陆域生态系 以及开放政府 和平正义 以及这其实文艺的政府 但最后第十七个 是全球伙伴关系 是最抽象的 那所以 我现在的想法 就是说 大家并不是说 这十七个 都必须要倒背入流 虽然我真的 就找到某个口 去把它倒背入流 但是 而是说 就是你本来从哪边出发 那你就从 你正在做的事情 好像说 如果你是做循环经济 那它这边 会有很多地方 自愿检视报告书 然后去说 这个城市 现在对于SDG12 他特别喜欢 或者说 他花比较多时间 做这件事情 那他的地区的相关组织 或这些SDG的相关组织 目前正在用哪些方式 去落实产销责任等等 所以你可以把它 想成十七个频道 在这十七个频道里面 你可以看到 志同道合正在做 类似的事情和朋友 然后也比较容易 即使是 有些是协会 有些是学会 有些是基金会 有些甚至是一所大学 好了 它也是基金会 因为是私校 或者是公司形态 等等 但是这些就可以 因为他们在解决 类似的SDG问题 所以就把它变成一个 就是很容易串联出来的 一个伙伴关系 那这个已经是 通用的一个做法 所以比较像说 我们之前有 就是请大学社会责任 USR的这个计划 那USR这个计划 它也有一个 如果去找USR地图的话 应该可以找到 就是这边 那同样的 就是它也是用SDG的方式 然后你可以去 很容易的找到附近的 比较像说它的 大学的名称 它想要做的事情等等 那同样的就是用SDG 就是类似刚刚的那些 地图的这种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说 那这所大学正在 为了这个 要去发展目标 帮助它的地方 去做哪些类似智库 或者是共同发展 等等的这些工作 那这个其实 很多时候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企业 或者一个组织 它新的产品线 或者新的想法 其中的一个来源 那对于同学来讲 也比较不会说 好像它那一所大学 是解决一些抽象的问题 它可以在过前面 解决一些具象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 也跟本来产学合作 其实是很像的 只是说 产学合作有时候 是解决那个产业 生态学里面 某一个单点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 SDG去串联起来的时候 它比较多的 都是结构型的问题 而且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这个就可以成为一个品牌 像当时 我有辅导一个高雄的一家 新创 那它是用AI去做 非结合的模型检查 那就是不用人工判读 与传过来就判读 那因为当时 我觉得应该是宜兰吧 它有 就是SDG3 里面有一项 是做就是 非结合的消除 那因为他们有共用这样子一个 目标 所以我就介绍他们 那后来他们就去 那好像一个原住民族的一个偏向吧 就还有一些 非结合的消息区域的地方 去进行了一次实作测试 那这个测试就很成功 那他们就可以算出 它的准确率跟它的成本 它就变成 好像本来WHO公定加码 是一次3,600美元 那它可以压到不到1美元 因为没有什么人工的这个往返 等等 但是判断准确率也很准 但毕竟 台湾并不是非结合的消息区域 全球最高的区域 差得远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我去利索比亚去阿迪萨阿非巴拉社 我就请那位朋友跟我一起去 那边就是非联的 就是大概14、5个国家吧 这代表都在 那他们听到他的这个发表 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个是priority 对我们来讲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但对他们来讲 他们国家很大的资源 是放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只要能够省一些时间 省一些成本 那他们就觉得非常棒 但是为什么一开始 这个目标很容易坦诚 就是因为SDG17项 167个细项目标里面 有一个专门就是在讲 非结合这一类传染疾病 要把它更处这件事 所以只要加入这个世界性的频道 而且发这样 就在频道里面的一个 广播的这个讯息 那有人看到了 有人听到了 马上他就会来联络你 然后马上 我们就可以坦诚 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关系 可以省掉 一开始很多结洽的成本 它也是一种开放式 创新串播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建议规划的方式 就是不用谈多17项 你不是说 我就勾个16、17项 而是我就专门我的本业 在其中的某一两项 我能够 或者我感兴趣 解决另外一两项的问题 那就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在社会创新平台上面登陆啊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这个 SR的营会啊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就对你感兴趣的那几项 那你就可以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当然如果是上市会公司的话 我刚刚都是建议而已嘛 但是现在今晚会 因为要退公司治理三变雷 永续版啊之类 所以如果是一定规模一项的话 那就不是可以做 而是好像现在变非做不可了 大家都不需要GRA标准 去做我刚刚讲的那些 那我想越来越多的投资人 现在也发现说 就是其他旁边的这些投资人 都觉得说 你不能只是不造成社会 跟环境的污染 以前是这样子 会被抵制 不造成污染不可以 就不会被抵制啊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题目上面 好像你修首旁观 不去解决问题 好像也可能是被被抵制啊 那所以这个新的税长传高的 这样子一种仪式吧 就会把本来的ESG或CSR的想法 慢慢引导到这个impact based 就是影响力投资的想法 或者是永续投资的想法 那这个速度并没有那么快 所以大家都会有一段适应的时间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我觉得不用到2030吧 可能2024、25吧 大家都会很习惯 用这十七项来做 就是所有的价值跟效益 彼此之间互相对准的一些 共同的词汇 大概这样 好 那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 就稍微设计一下 有能够问说 台湾的创新能量跟其他国家比较的看法 尤其还很少的 例如像说大陆 这里可能是欧洲大陆 非洲大陆 非洲大陆 美洲大陆 等等这些大国的人口红利 那台湾的创新能量 如何可以继续保持真正力 是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 这边如果讲的是 就是中国大陆地区的话 那他们的人口红利 好像也快要用完了 就是他们也有就是高龄化 就是人口短增等等的 这样子一个问题 就是并不一定 随时都是在扩张的情况 它可能会变成就是 集体的老龄化 加上他们的 就是生育育育育的状态 所以就是这个人口红利 也不是forever 它是一段时期的这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如果是做开放式创新的话 其实本来就不一定完 全是竞争的 我们是 好像说我长年从1995、1996 就投入一个叫自由软体运动 它要到9798改名 没有改名 一部分人出来改名 叫做开源运动 开放原始 那这个是在软体的开发里面 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写软体 其实是有著作权的 我们可以主张说 有人抄袭的话 它全所有的反应依旧 那以前都是这样子 那但是就开始有一些 很奇怪的 好像说Linux Talk 它做了一个叫Linux的作业系统 然后就说 你抄 我不但不来告你 而且我还会把你抄的时候 再拿去改的东西 我再拿回我自己的这个作业系统 那一起把这个作业系统变得更好 那当然后来也 可以卖年到不是软体的地方 像说维基百科 开放截图等等 这个都是它可能有用过的一些 大家都可以编辑的一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它的如果善用的话 其实它是非常让人有竞争力的 举例来讲 如果Google 当年需要帮它的机房里面的 每一台电脑付Windows的授权费 那就没有Google了 就是Google 可以说它整个商业模式 都建立在它的作业系统标件 而且它如果要把它改成就是多个电脑 要一起串列变成统极等等的话 它可以自己下去改作业系统 不用等到这些私有空来帮它改 不用等到原厂来帮它改的这件事情 所以可以说它整个商业模式 都建立在它底下的这一层基础建设 不但是免费的 而且是自由可以更改的这件事情上 所以我们越善用底下的这一层社会创新 开源当然是一个社会创新 底下的这一层社会创新的能力 我们越善于使用 就表示说我们在试新的东西的时候 越没有成本 就是没有失败可以 因为如果它不像你开启一个群众募资 群众募资的特色就是 如果你Prada Market Fit 没有做这个产品代表 不能呼应市场的需要 那你也没有损失 因为就是群众失败 但是你还没有开模 也没有真的做任何第一个产品出来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市场调查 但是以前市场调查 都是你去问Focus Group 你要付它钱 但是群众募资是反过来 直接被试掉的人要给你钱 那如果不给你钱的话 你就不做这件事 但是如果足够的人收到这个钱 那就表示有Prada Market Fit 那这个时候再按照大家出的钱 去做这些事情 而如果它已经预购了 已经付了钱了 其实它不会想要看你失败 所以最好的一些群众的案例 最多人参与的一些群众的案例 大概都是靠群众来的人 当作研发的这种能力 举例来讲 像之前可能大家有注意到 一些年轻的YouTuber 发起一个群目 要在纽约时报上面 等个广告 跟WHO的卡德赛对抢 这个可能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This is attacking from Taiwan 的那种 campaign 那其实在我看起来 是非常中二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跑去纽约 买个广告 去跟WHO的对抢 这到底是什么想法 但是大家可能当时真的有点义愤天赢 所以就有很多人捐助 两万多人 但是这两万多人捐助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说 确实他们跟我们看到一样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相当中二 这个讯息送出去不太行 所以有些捐助者 他就发起了这个 你不代表台湾人等等的运动 所以最后他们真的做出一个网站 也真的当了广告 叫台湾Can't Help But Us 但是这里面的网案 就跟当初就是内容证 内容证社情的 或者是他们那群人 马哈迪亚 祖语大汗 其实这个网案 就跟他们当时的网案 完全不一样 没有任何一个字 是重复的 没有任何一个句子 是重复的 那这个就是那些群目 有掏钱出来的人 实在不想要看到 我们在纽约丢脸 那所以就自己贡献初心的网案 他们做了AB200 然后还投票 然后又不知道多少人下去 那个贡献进行修改 那所以在24小时之内 这个R&D 这个等于类似之库啦 而且还是 好像他们努力捡起来 我付钱 然后来买 帮你想事情的权利 那你还不会如何 那这些群众 到最后就真的一戏之间 Literally 24小时之内 就等到了 那最后的这个文案 真的非常好啊 就是说 这个纽约孤独 这个我们了解的情况 我们在2003年SARS的时候也是很痛苦 所以我们也知道 有些呢 这个的情况 不过我们2003年之后 就学到了教训啊 我们就知道说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所谓的台湾model 那我们现在不单是这个 全口罩啊等等 事实上包含口罩的生产线啊等等 那这个我们非常愿意来一起来帮忙 谁能够 鼓励台湾呢 没有人能够鼓励台湾 因为我们是来这边帮忙的 台湾can help 台湾is helping 这个真是正大光明 那这边就是好像一戏之间 真的就长大失色责 那然后 当然看了这个广告 你就会直接来 然后就看到 一些很棒的youtuber 你想说 陈建源 他不是 副总统 当时的副总统 他用 大家都可以听得懂的音语 然后线上的教程 教导全世界的人传来冰雪的道理啊等等 然后接下来就是各国的youtuber 开始拿这些素材去进行混搭 进行remix 然后去到他们那边做工卫生的教育 那再往下去的话 就会发现说 有七十五万九千位善心的台湾民众 已经贡献了八百万片口罩 而且可以在这边直接看到说 到底是哪些人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多荣誉吧 这个是现在最红的 那个叫什么 就是NFT 就是你两个礼拜都要确定口罩的配合 跑去肩膀快一同说 我要护台玩住世界 那换得的是什么呢 换得就是在这个荣誉榜上一个 就是你的名字 跟这个口罩的片数 可以放在上面 当然也可以默默的捐献嘛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现在在这边输入糖封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糖封响赢了七十二片 七十三片口罩 但是其实有灌水有限 因为尤其是糖封银 糖封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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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来输入一下鲑鱼 鲑鱼 鲑鱼 鲑鲑鲜口罩 没有鲑鲑鱼 没有鲑鱼 没有鲑鱼 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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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有趣 好像盖了一座庙 庙上面一个柱子 一块一座庙 上面有你的名字 所以大家就会愿意分享 分享有一串十四串百 所以大家就发现说 任何人在这个上面 只要有贡献 他都会愿意再去把这个网站 分享出来 所以这个网站 他们完全没有用一毛 就是公共的预算 完全不是外交部的预算 这完全就是 这两万多个群众母子的人 就是当时群策的群力 把他做出来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就不跟人口同利 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基本上就是 大家愿意 一起来帮忙 全世界想一个全世界都关心的题目 那他们换得的 花钱 出钱处理换得的 基本上就是 看法他的名字 加上一句话 这个名字 在上面的这个权利而已 那这种真正意义上面的 社会创新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是 台湾最富贵的这个地方 那只要你 想说来这个主题 他真正是 对全世界的公共利益 那我们在全世界都会看到 就是就算是最猛的那些YouTuber 他都非常愿意 我加入台湾CanHelp.us 这个网站的 不管他的文案 分享拍片 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是 真正意义上面 我们还说温暖实力 就是 台湾CanHelp.us 往全世界送暖 这样子的一个实力 那这个实力 我觉得也是 在我们这一年 就是疫情之后 全世界 重新认识台湾的一个 最主要的想法 现在很多人想到台湾 去想说 台湾不是只 是都善其身 不是自己放你做得很好而已 而且见善天下 而且可以是 真的念出这可能 接近七十万人的名字 至少有一半 像旁空一样 一半名字放在上面 那这个真的是 在社群网路上面 已经有一种 新的台湾的形象出身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先休息了 大概十分钟左右 现在二十五分钟 我们二十六 那我们大概四十回来 四十回来 那如果中间 是不是有人要 拍照 签名等等 的话 那我想说是用 休息时间来处理 因为我这边 结束之后 我们还可以休息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就进入下半期 那再次提醒 这个 催泄举手 都可以 大家不一定要 在下面留言 那在上面留言 当然也可以按赞 目前就是 剩下三个问题而已 所以现在回答完 就会进入 自由讨论时间 OK 那我们就 直接开始 有两位朋友们 想要问说 Clubhouse 是一个新世代的交流公司 有用过的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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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概四分钟 做得要好 谢谢 那大家可以自己 决定想要交流的话题 开自己的channel 跟各种国家 各种地区的朋友 一起聊天 讨论 那请问 各种创丝 各种创丝是什么 另外为什么 你必须透过邀请 才能加入 为什么要这么做 后面这个真的很简单 就像刚刚讲到的 所谓第二行销 只有两天可以吃贵鱼 这本来就是很常见 当社会居没有了 什么也很高邀请 很多这些 当他们服务的量能 还没有非常充足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用 这样的方式来 确保说 他的这个量能 可以及时补得上 就是行销非常常做的一个做法 那但是 当然这不是他创新的地方 这一点点有差些 Budhouse 我觉得创新的 它是一个简法哲学 就是 我如果要 就是在FB开一个直播 那我要先 至少 整理一下头发 然后开欢心灯 然后 然后 这个 至少灯光不能很糟糕 对 那就是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那 然后 我如果在Twitter上面 要发一个 就是要让大家 直转推这些东西 我要花很多时间去想梗 我如果没有想到那个梗 的话 就是很难推出这东西来 那尤其是当 它有次数限制 就大概40的字 那几乎是有点 好像要写诗一样 就是炫耳 很暗的那个激荡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很难一想到 就去发表一些东西 它有一定的门槛 不是说很大 但是有一定的门槛 那 但是Clump House 就不是如此 因为它完全没有 任何视觉的识分 并想打字 都没有什么字可以打 那唯一能够铁服的方式 是换自己的笔箱 那 除了这种做法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声音 那声音也不需要硬直 非常好 那你甚至就是拿个手机 直接的手机想化 因为现在手机都有 蛮不错的直向麦克风了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几乎是毫无门槛 那即使是刚醒来 像我时候这个 在那时候连家的时候 在使用Clump House 那我也没有想到他讲什么 但是我去参加的话 一定都会被邀上台 那我就说 我现在在吃早餐 所以没有他讲话 这样子就好了 他也不会比我讲话 所以就让我觉得说 这个一样子 融入一个社交情境 但是又没有任何表现的压力 那就会让人愿意比较 花一些时间去 就是hang out hang out 反正去鬼混了 就是去变一群人鬼混 那不需要特别做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是 反而是靠功能的剪除 就是完全不用摄影机 完全不用照片的 或者是文字 这两个最大总的 视觉的比较成的在意吧 那他就剩下 即使语音 而即使语音 又没有非常什么不可 的这个限制的情况 那就会让大家随时想到 就可以加入 这是他主要的一个创新 因为这个创新 他也是 没有什么专利可言的 所以事实上 要抄他是非常之容易 所以 Twitter Spaces 已经好像抄得差不多了 应该很快会退出 那Facebook 好像也抄得差不多了 很快就会退出 所以 之后大家也不一定 那么需要邀请吧 反正这个要抄一分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这个应该不会是 一直会卡在Clubhouse上面 但Clubhouse 它确实是让大家可以看到 说 这样子的剪法 这个真是 尤其在跳舞 有点感觉不到 但是在其他地方 它没有所谓的Zoom 50 就是大家 一直盯着一个 就不会眨眼的镜头看 都觉得心神浩落 因为我们在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一直盯着人来看 其实不太礼貌 所以就是稍微看一下 我们就会偷转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桌子 稍微欣赏一下 说天气正好 等等 这个是人跟人相处 基本的礼貌 那但是 我们如果是透过视讯交流的话 这个摄影机 它既不会转开 也不会眨眼 一直在那边盯着你看 而且有的时候 萤幕太大了 还会那个实现很难对上 你看到人家的眼睛 他觉得 你不在看眼睛 是在看脖子 那你如果 要让他觉得 你在看他眼睛 你要看他的额头 但是他也看你额头 所以也没有发现 你在看他眼睛 这个中间就是 有很多 心绪上面的一些困难 就是他没有一种 共同在场的感受 一开始可以用 但短时间之后 因为这个摄影机 不会转开 不会眨眼 所以就会开始累 那这种Zoom Fatigue 在全世界就是有封城 有居家里的这些地方 其实是非常耗损的 因为他们不管是上学啊 或者上班啊 或者是休闲啊 全部都在场景里面发生 那所以他终于想要放松的时候 确实是会想到 那镜头就关掉好了 这个在台湾 感觉没有那么密切 但是在很多其他国家 真的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Clubhouse 这次起来的这个理由啦 但是我并不是真的 觉得说未来 就会只有Clubhouse 因为这个实在太好吵了 有个朋友说 目前台湾的老退年龄 在五五六五岁范围 那但是平均寿命年龄 80 plus 而且每年还能继续增加 那所以社会创建的议题 对于55到70岁 就是所谓退而不休的这个族群啊 它的趋势和脉动 有没有那些方向 对社会个人产生意义 跟价值 我自己觉得说 我们现在在讲创业的时候 我们创一个事业 不一定是一个 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 我们之前有做过 社会创新大调查 跟那个就是 联合包围的工程啊 台经院啊等等一起做 那我们的调查的结果 就发现说 同样是创业两个字 如果你是16、7岁 那创业的时候 想到创业的时候 都是想到公司形态 那但是如果是70岁 想到创业的时候 想到的就是NPO 或者合作社形态 那这个是因为很多道 就是这个年龄 它追求的是意义的极大化 或者是说这个意义的极大化 它组织起这个社会网络之后 那就算有一天 这个它要交棒了 但是这群人可以把它接下去 那所以这个时候 不管是NPO社团法人 财团法人 或者是合作组织形态 它都比较是人的集合嘛 可以确保说 那这样子的理念可以穿下去 而不是说 像16、7岁的朋友 因为可能没有创过 也还觉得创业期间很新鲜的事情 那这就会对这个资本市场 觉得充满傲气 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 就我刚创业的时候 都是公司形态 然后说是for profit with purpose 就是赚钱 一面做点有利的事情 但是后来参加开行员嘛 运动到最后 那创业都是做一些不赚钱 还是有社会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 还蛮清楚的 就是年轻人他 现在很多创业 也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但是他所需要的 可能不是 你担任这个angel 或者业师 当然如果他愿意认你 那angel 会有什么是最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 他就是很明确的说 那我就是要赢钱了 那赢了钱之后 不要来控制我的方向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一个协会也好 或者是一个纽合组织 一个基金会也好 那他倒是还蛮愿意去有这种 结合的这个情况 这个还蛮常见的 就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基金会 以台湾来讲 可能慈吉 是大家听过的话 资深一个基金会 但是他跟年轻人 产生关系的方法 就是找一些年轻人开的公司 也有个叫做 一派台北 这个二家公司 那他就跟慈吉 一起创了一个叫做 放大视野想象未来的这个计划 那这个方呢 就是 好玩的这个方 放大视野 放大视野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加斯奇 放大视野想象未来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说 让年轻人可以很容易的来提一些 慈悲科技的创新 青年公益的实践计划 然后就是想关心你我的未来运动 然后有一些决神的这些公告 然后确保说 这些年轻人的这个公益提案 可以有这个续航力啊等等 那但是其实当这边incube出来的 这些慈悲科技创新的这些 团队出现的时候 其实自己并没有说 他一定要共舞 或者一定要co-branding 或者是一定要加入他们的实验营 这些集团 但他在一开始 因为他们的人脉真的是还蛮好的 所以就可以一下子结合这些社会资源 让这些年轻人不用自己重新发明 或者是他的很多的供应链等等 的人脉等等 大概都可以透过这个incubator来达成 你可以看到他的branding 除了看到慈悲链子的时候 可能会稍微影响之外 其实就跟一个一般的加速器 没有什么两样 你其实很难觉得说它是慈悸的一个活动 跟我们想象中慈悸的branding不太一样 但其实真的底下是主办 那位慈悸思想事业基金会 所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状况 就把它叫做情营 branding 它的诉求 它实际找来的这些创业者 大概都是很年轻 真的有些36、7岁 但是在后面有一群很自卑的 很六七十岁的朋友 那愿意拿他的社会资源 拿他人脉等等 让这些年轻人可以试 然后可以犯错误 可以轴转 对的超几次 而不需要有太大的代价 但是他们就不是直接介入经营 不是像传统上面 就是要加入董事会的那种人就一样 而是说先去把这样子一种创新的状态 去做出来加入这样子的领态 其实他们很多的就是我们叫做影响力投资 像获取舍头等等 其实很多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还有其实很多 AMA 或者是B型企业協会等等 大概像冯妍老师 他是本来做社会企业的政务委员 那他交接给我之后 那他也是在民间的这个社会企业资源联盟 等等去推动这种生态新创新 所以其实这些对于武当其实这些族群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推而不销 而且他事实上也是创业 但是这个创业是创一个更大的事业 好像在创这种事业群的感觉 但是里面的每一个Layer 他可以是免费自己的公司 而且这里免费自己的公司 就是他自己掌握的这种方向 大概是我目前看到比较成功的都是这样 但是当然我刚刚讲到的中文平台 也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做法 就是你如果没事的话 就是比较不想要花很多时间这个创业的话 那也可以看转移 转移来我们之前常常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点子 他提议的是很年轻的人 但是帮他去扩散的都是年长的朋友 那所以在我们这边我们之前做过问卷 最火药的大概都是十六七岁的朋友 在上面是最多人使用 那但是在下一个次火药的就是六七十岁的朋友 那这里面就有充满了有公共意义的 像是个肺癌晒减普及化 或者是改变车辆定前方式 这个立刻就成案了 终止清静农场绵羊秀表演 这个也是绵羊秀成案了 对然后这个真的真的我觉得还蛮好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像我记得之前有过一个叫做 我爱大象大象爱我的一个提案 因为我们都允许比赢 所以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他是谁 那他提的是这个一次性餐具 要这个逐步性禁用 而且他特别是讲那个塑胶吸管 就是我们的珍珠奶茶的那个塑胶吸管 那所以我看一下这个我爱大象 好的 这是我找到的 哈哈哈 是思雨 我之前跟思雨相处了六年 再次来评过 所以思雨是一个非常地很熟悉 所以这位不爱大象大象爱我 就是当时提全国建计制式 用冥姓参集 然后立刻就有五千多人负任 那上次我们去见到这位提案者 因为他成案了 那我们也透过投票实际去 邀请他们这个面对面进行讨论 然后是有个议题演戏啊等等 那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就很好奇 说为什么他会提起这个案 因为他才16岁 高中技术学生加王宣如 那他就说这是他高中工课的作业 我们现在想要攻击一个 有终于平坦 因为高中老师在上公民课的时候 就是要他的学生 高一的学生发起一场运动 然后卷动五千人来改变这次 所以就搞到说 在这个平台上现在超过四分之一 成案的议题 都是不到18岁的人听的哦 他完全还没有投票圈 但是就已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当时看到真的是非常的意外 因为瞬间五千人连说 我们都觉得说是应该换团大佬才能够 换团大佬的事情 但是他才16岁 但是我觉得这个后面 其实后来我们就去问 其实真的有很多 就是六七十岁的朋友在帮他忙 他们有个社团叫做 不素质可素是塑胶的素 其实整天都在Facebook上面串联 然后在分享说什么 所谓一次性的那个塑胶杯盖 他也可以怎么不要使用啊 这个省了多少的塑胶带下来啊 吸管可以用什么方式 生物降解啊 这个多力吸管啊什么之类的 这本来就是他们 有点好像整天在聊的主题就是这个 他也不是想要真正意义上创业 他就组织一个社团 那这个社团里面有很多人 就是在分享各种莫名其妙的点子 你只要听过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原来这边也有塑胶 我可以不用用塑胶 这边也不用用塑胶 这边有一个类似同好会的这个东西 所以当这个年轻人找到这个题目 然后又因为当时有一张 什么派对塑胶习惯那个照片疯传嘛 那所以一下就碰到这个社团 那社团里面这些长辈 就赶快把他严肃去拉人 然后一下子就达了一千人嘛 那所以后来就是 真的这个就加速了我们幻冒书的 我们也真的邀请美西餐居的这些畅商 那来 那其实他们在当年也是有点像 呃 口罩国家队 因为当时的A干 然后其他的对塑定的这个关系嘛 所以当时就是为了公共卫生的目的 那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现在因为这些问题 比较没有了 除了疫情的时候 没有短短几个月 回去用美西餐居之外 但是现在也OK了嘛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他们也都在想怎么样升级 怎么样增加麻烦圈 怎么样主标造成环境负担 所以后来这些很年轻的朋友 就跟这些长辈一起brainstorm 然后去找出很多 就是不管是用农业废弃物啊 或者是like literally 用乳尾 然后去降降它 或者是其他这种可降解的方法 那到最后就变成 那各种变索营料店 等等都有额外的TF方法 支付机也可以有个支习惯嘛 这样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真的是 把这个阵子一起完成了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要的不是 传统意义上面的那种这个创业 就是投资人的创业的话 这种创业也不错啊 你揪到五千人 然后就就是小型的 改变了某个政策 或者真的是很大型的 可以让大家可以全身思考某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这个也是我们观察到很多 六七十岁的朋友 很愿意跟十六七十的朋友一起做 我的想法就是这两组人 就是真的时间比较多了 用很多的时间来想 这些创新的达到永续的这个方式 那这个也是可能必须可以考虑的 如果有什么就是其他的想法也 欢迎举手 或者在FIDO上面告诉我们 好 好 那 OK 有一个题目 这个字幕讲不 当FIDO不过大数据分析后 第一队对象 接受这些资讯 都会有效的配备 怎样的意味或假 新闻可以增加演出的出力 请不吝点 不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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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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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题目它 我觉得真正想要问的是说 开放式创新怎么样放在公益上面 而不是在私人的 一时的好玩的这种利益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这两个有的时候很难拆开 有的时候我们是看到像鲑鱼之乱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 它是有一个梗 有一个影子 然后你搭上这个影子 去形象另外一个 有公益的目的的这个东西 那所以我觉得 纯粹以只是行销的角度来看 任何新的梗 它都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搭在这个梗上面 去想关于公益的事情 像那时候 hashtag 一开始也常常用在行销的能力 但是很多人第一次看到hashtag 很多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是一个叫做冰桶挑战 hashtag 那这个实在是真正意义上社会创新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众人 就是偷出去影片的这一段的话 hashtag的这一段的话 纯粹拿冰水在自己身上 完全没有意义这件事情 就算一下一个很瞎的一个点子 但是你加上一个有连接性的 就是我网路指堂 我是为了见动人 让大家认识见动人 然后再加上一个容易传播的梗 像刚刚讲hashtag hashtag 那他就达成了所谓的AC 怎么action的po 我真的可以拿一同学 我身上po connected 就是我po出来的时候 还可以点名这个三个无辜的朋友 那这个be sensible 就是说别人如果想要加上自己的讯息 或拿去做别的challenge 他也可以自己很容易地去混搭 那这三个都达成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改变社会氛围 但是到底是不是导证呢 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见动人真的很值得关怀 所以觉得是导证嘛 但是也有些人觉得说 这个就是bing danger 也要往自己身上抚 说不定这个也会造成一些别的 额外的社会负担 所以每一个我想都是controversial 就是在一开始推出这种东西的时候 一定是有些人觉得很棒 那有些人觉得就不怎么样 其实跟鲑鱼也是一样的 但是只要他是真正的单位置创新 你就可以re-fix 大家就可以开始拿这个去做别的challenge 去做别的推广 所以我觉得主要能源也好 用水也好 教育也好 名声也好 都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在做这方面的公共利益的推广 而你觉得说你的理念很难让其他人知道的话 那这个时候去参考这些什么之乱的这个梗 然后把它这样子改过来去这样子使用 我觉得就很棒 这样子的困答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讲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简报这边 就是医讯这边 之前我常常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可能大家已经有人看过这个简报了 就是我们的那个DSI COVID 这个已经有一点早的简报了 所以可能要直接用医论 就是一个社会创新它会变成 就是大家愿意使用的社会创新 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它必须要快速公平有趣 那快速公平有趣里面的那个有趣 就是刚刚讲见仁见智的那个部分 好比想说当时最 我没有讲的 好比想说这个 这个柴犬 这个柴犬在当时最早2017年的时候 我们有跟每一个部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是负责处理这个五千人联署的那些朋友 我们有做过一次内部的教育训练 然后就是在分享说在网路上面 你要回应大家的这种群体的诉求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可爱的一张梗图 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这样子分享 那大部分的这些资深的公务员 那都觉得说就是我们讲的好像有道理 但是他们实在很难做这件事情 这个跟他们的一厢的那个形象 真的有蛮大的一个差别 那但是我们在公务里面 推动这样子的创新的文化 推动了几年之后 因为是开放新创新 就是说每一个部会 当时开始这样做 总有一些个别的部会 开始这样子做 我记得一开始比较狂的是 那个故宫的小店 那故宫之后 那就开始出现还迅速 还迅速现在还是很夸张 那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教育部 等等就开始受到影响 那这个是微服部的 微服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他家里就是住着这只狗 这只狗真的是跟他住 叫做的总裁 那他就住在微服部旁边 所以每次就只会 开过一个记者会之后 那他就会回家 然后拍新的照片 那所以当我们出现 然后平常social distancing 那他就会贴说 这个室外要保持 两只柴圈的距离 室内三只柴圈的距离 不然就要戴口罩 那或者是说 就是防疫期间严禁 下到持臭瘦瘦 肥皂清洗瘦 那然后就出现一个 这只狗持臭瘦的这个照片 那这个其实 现在我们回去看 就会发现说 我们跟其他国家在宣导 戴口罩的公益目的 这个海报相比 只有这个真正有穿过的 而且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在讲的是 你要保护自己 这是rational self-interest 所以说戴口罩是保护自己 不要被自己 没有洗过的时候碰到脸 所以这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 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照顾别人 在其他的国家 类似的这些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JPSA 他都是说戴上口罩尊重彼此 戴上口罩保护长辈 戴上口罩守护第一线医务人员 等等等等 那但是 只有我们这边是说 不要想到吃手手 但是 我们这样子的讯息 因为它是搭着 就是年轻人有兴趣 等等 像这些拆拳梗 这个也是一个 网络上面很 很 第九明星的民营梗 叫做豆梗 那这种拆拳梗 那所以 第一个大家会记得 会传播 那第二个是说 他让大家彼此提醒 比较容易 我有一次就是 新闻派出说 我在 跟就是 淡水 因为我和他住在 他 八十八岁 然后他当时 我们在做口罩守护制 的招牌 那他介绍 他的年轻 有七十七身 的一位 洋奶奶 所以就对他是年轻人 对我对你是年轻朋友 但他就说年轻朋友 我要介绍一个 年轻朋友 那这位年轻的洋奶奶 当时就在跟我 在那边测试 我们最新的 这个口罩使命纸的设计 那他有非常多 很好的见解 那但是呢 我们就在 全家嘛 然后被拍到 然后就有人 碰到我上边 一些新闻 说这个唐鳳 在什么角呢 把他拿来 戴口罩 其实是反过来 但不是重点 重点是说我在他后面 那我没有戴口罩 那然后呢 底下就一片留言 说这个 郑伟你要戴口罩 好好保护自己 那最后这个真的是 就让我看到说 我们这个民营 真的超有用的 因为很少有人会说 会有那个勇气去说 郑伟你要戴口罩 保护长辈 这个大概讲不出来 那或者说 你要这个戴口罩尊重 第一线人 这个也讲不出来 总觉得好像有点冒犯 但是你要戴口罩 好好保护自己 这个任何人都可以 讲得出来 因为我是关心你的身体嘛 那所以我就就是 那时候就被洗板 然后我就说 乖乖的戴口罩 但是重点是说 我们在这样子的 年轻没有兴趣的梗 就算他一开始 看起来就是 没什么道理的柴犬梗 或者是说 其实在 这个Elon Musk 有推过一个 叫做柴犬币 Dogger coin 之类的 就是这种梗 它在红的时候 是真的红得很没道理 而且看起来 也没什么社会的利益 但是当我们威福部 和开放政府联络人 突然看到了这个梗 而且他家里刚好 就养这只柴犬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被混搭起来 真的还蛮有社会意义 而且也真的有 有救人移民 的这样的情况下 得开放式的创新 所以我觉得重点 还是不是 要年轻人 不要浪费社会资源 年轻人 一定会去浪费社会资源 这个没救 那神而是说 可以多花一些时间 关注 他们浪费社会资源的 这些梗是什么 然后试着把这些梗 混搭 因为开放式通常 就可以混搭 然后拿来做 我觉得大家都在关心的 因为我们的教育民生 比较公共医学的这些用法 那如果有看到 经济部的Facebook 他们这次也已经 开始用回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事实上就是在 教大家接水的这件事情 要不要问说 刚刚正文提到 想再确认 社会创新应该有一定的 良识来衡量 除非进一步的分析 这样的良识 应该有谁来建立 是政府来建立 还是民间来建立 还是没有一定的答案 以及请问原因 是什么 目前我们的良识 其实还蛮简单 如果有看 我们社会创新平台的话 它就是 你每年都必须要去提出公益报告 但是公益报告 它具体上面 到底要有什么样子的内容 这个倒不一定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上面去 有一个社会创新组织的登录原则 然后这个登录原则 我们也会给一些范本 那这个范本里面 就每一个人自己去挑 他的组织形态 比较适合的 可以处理交代的方法 就是Compability的方法 据来说 很多的公司形态 会去采用B-Lab的 这样子一种基本方法 那这样子的基本方法 其实有台湾蛮多嘛 夏子汤 绿汤 绿染 大概王道银行等等 大概都使用这个方法 来衡量 那这个衡量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 商业影响力凝固的方式 然后它会去一次来 关于致敌照顾 人工社区 各文洋力以及环境友善 那现在从应该去年开始 他们也都接换成SDG的实际上指标 去扣合 所以它就有点像是 上市柜的GRI reporting 一个比较甜蜜的版本 那因为台湾上市柜 你也不会花那么多时间 去做reporting 但是这些是基本的概念 那等到上市柜了的时候 你就可以因为都是用SDG指标 所以就可以很多东西 直接变成GRI reporting的准则 那当然如果是非力凝制的话 就不一定会用BCOPE的方式 然后有一些是用SRS的方式 有些是用SROI的方式 现在有很多积分的一些方法 但是这些都我觉得很好 因为它都是与时俱进的 我们并不是说 一定要政府来进行量持 因为全世界的世界性问题 本来就是要用世界性共同的这些方法 但是主要还是说 如果你答应说 每年都要用某种特定的方法 然后BLAB来不来的 那你预先答应了 也登陆在这边的话 那你如果一年没有用这样的方式 做出一个有公信力的报告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下架等等 所以就是重点还是说 不能挂羊头买狗肉 但是具体你要挂什么头 买什么头 这个是目前还是一个比较自由的 大家都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 我们这边并没有说 一定要用哪一种粮食才是对的 但是目前主流的大概也就 那么三四种做法 那这个或许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多关注像社气流啊 或者运行工程啊 那这些媒体也都会去推荐一些 就是关于社会创新的 我们现在所有影响的 一笔物框架啊 的这些方式 有有朋友问说 那企业创新有很多的出发 是来自内部创新 那当然很多的目的都是要 创造更多营收的机会 要获利的机会 但是如果是只是 企业内部的这个 好像员工啊领导啊 这个角度出发 当然有它的范围的局限 所以怎么样子把企业的创新 跟社会的创新 有更多的结合哦 请讲中文的建议 我觉得如果你的企业是2C的话 那本来你就有一个非常天然的 创新的来源就是客宿哦 就是任何人打你一颗心 然后在这个不管是什么 Google app 还是什么这个Facebook page上面 这个骂阿人哦 那这个不是说会炒的就有糖吃吗 但是会炒的总是可以要到厨房 一起炒糖吃哦 因为尤其是在台湾 大家是非常非常激活的 就是说非常愿意来共创的 所以我们社会创新的概念 其实就是开门造具 然后你行你来哦 你行你来就是说谁看不顺眼 就要过来一起共创 那举例来讲 像我们这个公务员嘛 公共服务员 所以我就举我们公务员的例子 那在刚刚的那个 ESI的简报里面 有一页是 大家可能之前有听过的一个社会创新 它叫做口罩地图 那但是在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其实我常常强调的都是 就是它中间爆炸的那个部分 可是尤其日本媒体 都一律都不断 所以我现在再讲一次好了 口罩地图是去年2月6号 我们在就是健保署的协助之下上线的 当时大家在药局 如果派对买口罩的话 可能知道说 当时还要分单双号 一次只能买两片 后来三片 现在十片 那每次刷了健保卡之后 那钥匙就会给你口罩 然后直接把就是你刷了几片 直接传回健保卡的这个主管机关 健保署 健保署30秒之内 就会把它公布给 这100多个开放API的开发者知道 那其中一个是做地图的 另外一个可能很多人有安装 叫做机管家 它是一个LINE上面的chatbot 那在上面它也会即时显示的 上面的存量 所以像这边58片 那你可能派对 那你刷了一次健保卡 你后面你就可以看到 边56片 52片 54片 52片 50片等等 那如果它没有扣反而还增加之类 就会有人打1922 那所以这个是理论上 一个非常好社会的创新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 即时的看到说口罩 它的供需的情况 还有人做仪标版等等 但是 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 2016号这个上场的时候就被麻烦了 事实上我住的附近有家邀局的门口 就有很大的A4指贴说 不要相信APP 请看好 那就是它的钥匙已经不生其扰 它这个接电话接到手软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们是采取一个 它们自己很多钥匙的一个创新 它们有个群組 事实上它们有个协会 年轻钥匙协会 它们就是有一个iPhone的代码 它只要提 然后印出就是印什么的号码牌 就是它在早上 就是大家排队的时候 它赶快消化 然后这个排队就对 我原来要去上班嘛 那所以它就是 而且它也要卖它 就是平常卖的这些东西 所以它就希望说 来的人不要健保卡换口罩 而是健保卡换号码 换号码牌 所以它赶快把健保卡都收到柜台 然后你可以号码牌发出去 这个真的很棒 那这些朋友呢 拿着号码牌 然后在下班之后 可能六点七点傍晚 再回来 然后拿号码牌来换口罩 那这个中间发生什么事 就是它们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 过卡 就是把这一叠健保卡 一张一张刷到 它们的电脑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边的库存 就可以翻译出来 那问题就是说 你如果有发号码牌 你的药局 那口罩地图就完全被破坏掉 我们在上面就可以看到说 这家药局 看起来一片都没有卖出去 然后到了中午11点59点 突然卖完了 然后看起来就很像造假 所以事实上很多人会觉得说 地图上面说 这家药局还是满的 它就专程牌牌卖 然后到了 钥匙就说已经买完了 为什么因为号码牌已经发完了 那他们说 可是明明地图还有 然后钥匙就会说地图不准 但是钥匙解释到第十次 也就很烦 所以才会在玻璃窗上面贴 不要相信 还有警察 所以 就是说 我们当时觉得说 即使的API很棒 扣照地图很棒 等等 这个都是从企业 不是企业 政府指挥中心 自身的角度出来 有其范围的局限 但是 第一线的钥匙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创新 就破坏掉了 但是台湾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顾客永远是对的 所以 我们是绝对没有说 钥匙不准发号码盘 绝对没有这样子讲 事实上 指挥官马上就跟钥匙总为 理事长道歉 然后说对不起 我们没有想到 对不起 我们造成两个困扰 那我们赶快来改 那我们就赶快改 改成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地图上面 分成两个时段 一个是取号码 两个时段 它们以后它可以登记 八点到九点去的号码盘 然后取扣照时段 可能是八万六点到八点 等等 这样子 那我们以为解决了 事实上还是没有 我下一天再去 然后那个要去 还是也不要相信 那我就 你知道 心情很不好 然后我就强化我的玻璃形 深吸一口气 然后就推开药区的本 然后 趕快就是 找一点高充下草 什么东西 然后 然后全结账的时候 我就 问钥匙说 那那为什么就是 我们改了这个时段 上面还有 那钥匙也很客气 就跟我说 因为它是整齐行 七年到九年号码盘 但其实号码盘 八点十分 可能就发光了 所以八点十分到九点 他还是接电话 接到手软 因为 Tuck在地图上 看起来还是慢的 所以 实际上他痛苦的时间 从四个小时 减低到可能四十分钟 可是他还是很痛苦 所以 他是不会把那个 不要相信App 把它拿下来 那这个时候我就问了 一句话 就是社会创新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 假设你是唐风的话 你要怎么办 假设你是所谓的 你要怎么办 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你要怎么办 好 那他就说 那他去问他的群術 所以我那时候都知道 然后他问他的群術 然后他问他的群術 然后我明天才回来 好 那所以我就隔天 然后又深吸一口气 然后又进去 然后再跟他买一些东西 然后再问他 对 但是呢 可是我那一天进去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 那个门外的那个 死掉了 已经没有不要相信Apple 可是我们没有改城市 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经过两个多礼拜 三个礼拜 我们没有改城市 那然后他就说 好 因为他去问他的群術 他的群術告诉他说 其实这个系统 有一个漏洞 就是他每天进货 进几片口罩 那个进小村 进货的那个见面 你可以在前面打一个负号 可以打一个减号 他可以进三千片口罩 他也可以进负三千片口罩 所以如果我进了负三千片口罩 我的存量就变成负两千九百四十二 那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地图 没有办法处理符号 所以他就会直接 从地图上消失 不会变成 反过来他或看他 那一条不是这样子 那所以这是 已经接近那个白帽 还可以 成功 就是说 我们系统没设计好 那他找到这个漏洞 那他找到之后 开放式创新 他就赶快告诉我 其他钥匙 所以就是我附近那个钥匙 也就收到这个创新 虽然说他整了整了没有问题 我只要一醒来 这个创新一千片 他说不要告诉指挥官 那其他创新发完 我就从地图上消失 他过了那个隐身斗孔 我就提醒他说 那你要记得睡前 还要再整一千片回去 这叫重整 那不然隔天他还不是不在地图上 那他就说 可能也没有问题 他会重整 那我不要告诉指挥官 那不然他怕这个 肩膀术度他算账 来过来就算账 那所以我说 那不会数 但是我后来就跑去 去把钱包署 那我就跟他说 我没有讲这一段 但是我说 我们可不可以说 因为钥匙那时候 我们的讨论说 礼拜天可以休息 但是也有一些钥匙觉得说 他礼拜天人手还充足 所以他希望按一个键 就是铁门又可以拉上来 就是他开设了 在地图上面 他的存在 少数的钥匙 在礼拜天愿意做这件事 那我就问 我们把他反过来 变成是说 我们在周间的时候 随时他可以按一个键 就把铁门拉下来 就从地图上消失 也不要付理由 那所以在周间呢 就是预设是开的 那他按一个键就可以消失 所以是可以消失 那在周末呢 预设是消失的 礼拜天预设是消失的 但是他可以按一个键 就再回来 再恢复营业 那其实这个 我们后来回想 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不是 那个钥匙提醒我 可以付以前变膨胀 其实我根本不会 往这个方向向 所以就是第一线的 才是真正有智慧啊 那所以我这样子 退出之后 那果然这个钥匙迅速 就再也没有 关于口罩地图的事情了 那但是已经过了 三四个礼拜了 所以我的 point 就是说 很多时候 客宿 他不是真的说 他不愿意提出 他的对案 他的解决方案 但是如果你没有问他说 那如果你是他方 你要怎么办 如果没有问这个问题的话 那那个钥匙 也不会帮我去问 他的这个群組 那我也不会想到 后面的这个解决方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客宿 其实是一个邀请 就是他是邀请 这个不要相信 他不是一个邀请 是邀请 我要强化自己的玻璃心 不要有一种 他想被offend的感觉 愿意走进去 然后愿意倾听 愿意沟通 而且愿意道歉 说对不起造成你的麻烦 但是下个礼拜四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四 上一个版本 你的想法就一定 会变成新的这个解决方案 那所以我觉得直接去跟 就是最吵的朋友 不是给他糖吃吃 邀请他进厨房 就是我们的内部创新 和社会创新结合的其中一个方式 有一个朋友们问说 Elon Musk 曾经警告 AI比核武还要危险 请问这种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要看AI 是什么意思 那像对我来讲 AI它是assisted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式的智能 它就是来帮助我们的 例如像说我的眼镜 它是一个assisted technology 是一个辅助科技 就是简称符具 那我眼睛看得 这个害好 虽然是在360度 但是我戴眼睛可以看得更清楚 所以这叫alignment 就是我想要看得更清楚 它帮我看得更清楚 那如果我现在戴上眼睛 它有时候就会跳出盖板广告 我要10秒才关得掉 假设怎样的话 那它就没有alignment 因为就有一个福利社 就有一个师傅可以帮我修 它不需要先去付原厂 大概一百万的授权费 然后才能够帮我修 所以它是accountable 就是如果坏掉 或者有bias的话 那任何人都可以去修一下 所以如果一个AI 或一个付出师的工具 是在这两个前提底下 就是说他要解决的事情 就是你要他解决的事情 以及如果他有时候 有点偏掉了的话 任何人都可以 开放直窗戏的话 那就像一个人类的助理一样 你也希望说这个交代他的事情 他要按照你的最佳利益而行动 你才愿意多告诉他 一些关于你个人的资讯 那如果他做出一些判断 你觉得不OK的话 那你一定会要他给一个交代 他如果给不出交代 你就fire掉他 那所以AI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就是要对像助理一样的方式 去对待AI 去发展AI 那如果AI不是这个方向 不是assisted intelligence 而是另一个方向 叫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威权式的智能 就是他把我们本来自己 可以做一些决定的 这些决定权抢走 然后变成只有大公司 或者是大个政府 才能够做这方面的决定 那确实也有可能 到最后做成变成 比后会还危险 因为就会变成 好像我们平常的角色圈 统统都交出去 然后变成只有单一的 这个AI的经营者 才能够做这些决定工程 还不能要求他可以出交代 但是我想要不要提出这个 也是告诉大家说 有往这个方向发展可能性 所以至少在民主政绩里面 我们就会用尽一些方法 有很多的立法委员的 立法委员 或者是美国现在国会 这已经是两党的共识 就是在AI 如果是往这后患民主制度 不过度集中权力 这个方向发展的话 那不但政府不能够花钱 去资助这一方面的事情 事实上是有点类似 像是要立法禁止 这样子的做法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不错就永远提出来 我们就可以学着 不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但是在短期看起来 是不会发展到像 核无这么危险的这个情况 那长期的话 就要靠大家 一直是往assisted intelligence 这个角度来思考 那我们大概还有半小时的时间 在slide上面也没有问题了 所以大家就协调吧 有没有人要学手 然后我们来个麦克风 想要什么就要想 请问一下 有麦克风 舒威 我说声音还蛮好 个人小 请问一下 您对自学的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有一些看法 另外就是我有看您在 那个实验教育机构 有过一份的演讲 对 那可不可以谈一下 好 对 自学是我们现在 生理国教课当 第一把课当出来的时候 本来在体制里面 就会用所谓 自发护论共耗 就是自助学习的这种方式 去进行课程的规划 那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在以前老师是 标准答案的载体 就是就算你不同意老师的答案 对因为它是标准答案 所以还是要 配合那个标准答案来行动 但是 叶玛克刚刚那基本想法就是 小孩自己决定说 他想要探索的主题是什么 那老师是 他早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 可能引诫他去 某些个探索的方向 但是老师并没有标准答案 那为什么没有行为 小孩要往哪个方向探索 是小孩自己决定的 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常列 就是自己决定那个归道 那他的好处是说 就可以不会有我们以前那种 就是每个人的 成就感是建立在相对的 个人跟个人名次之间的竞争嘛 因为好像赛跑 跑一二三名 那时候大家跑的是 同一个轨道 但是如果小孩今天就说 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他一转身就 在起跑点上 因为他同学没有人跑这个方向 按照定义他就是第一名 那所以这个第一名 老师对他的帮助 就是让他能够去认识 其他可能从不同地方出发的 但是再往同一个方向跑的 这些队友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自学 目前已经应用在 神联国教上面的想法 那当然现在就是 如果你对神联国教 在你的特定的国中向 有一些意见的话 其实都有参加课法会的能力 所以学校现在也都有很多的 压力啦 其实要开类似像选秀 校内秘秀 校内秘秀 加深加广等等 所以以前是社团啊 第八节课啊 附近的一些社造啊 大学啊 等等的这些活动啊 现在都已经进入课堂 那变成所谓的素养导向的 加深加广 这个叫学校 学生园移 那在高中的话 几乎是跟以前的大学一样 就是有学秀课啊 等等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大人不替小孩决定 说12年之后 他们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这个情况 而是说 让他发现的时候 我们只是尽可能去调度资源 然后让他能够自己想出 这套解决的方案 那在以前 12年国家课刚 是发行之前 18年前 在体制内可能比较难这样做 所以有一些朋友在体制外 透过所谓实验教育 实验散发的这个方式 就是不管是刚刚您说的机构自学 团体自学 或者是个人型的自学的方式 那自己去写一套 这种类似课刚的实验教育的计划出来 那只要他的现实上不同 他就可以这样做 那现在就是实验教育 有点像是研究research 那我们的新课刚 有点像是development 就是开发 就是我们现在是让 国教的老师拿实验教育 当时做出来的一些 自发互动公号这些理念 但他们自己再去开发更适合 普及的这些教法 那所以现在就算是实验教育的学生 也可以去运用在校的这些关系教育 国民教育的资源 那就算是国民教育的学生 也可以一定程度跟这些实验教育 或者社群拿去 或附近的USR去结合去开课 所以这是一个光谱 不像以前说好像实验教育 有一点就是好像比之外 然后国民教育在实验制内 现在是在这两个中间去进行结合 也变得比较容易 所以我觉得目前自学是 至少在台湾是在 往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来发展 那我在实验教育机构 SBS 那当时很多谈的是说 那在后面的状况会怎么样 因为最近有一个 教育上面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十八岁成年 在两年就要生效 在一年多就要生效了 那以前这个大家在高中 或高职 相较技术学高中 基高毕业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去念大学 或者是科大 这个是在最近 至少十几年是非常会有行的 那但是那很大部分原因 不是因为学生一定就是想要 立刻去念大学 有些像 刚刚其实也在听这个 因为学员朋友说 像以色列 有些他们就是台湾病 在去念大学 那其实在台湾 也有很多人觉得说 他要交换两年 或者他要出国 现在他们出国有点困难 但是他要先去做 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一阵子 他找到一个想要解决的问题 之后他再回大学 但是之前像蔡英文总统 第一人证件质疑 就是所谓教育准则 就是做这件事情 就是到高中的时候 他选择先去 不管实习还是少爷 还是做什么 难过加工他存一些钱 他就可以少一些学贷的负担 那我们在第一年 退出的时候 非常多人报名 但是也非常多人取消 然后到最后 就没有什么实行率 就不足额 那问为什么呢 那这些高三学生都说 因为家长反对 那再问家长为什么反对 为什么他一定马上去念大学 因为家长就说 因为隔壁附近其他人 都是一定也就去念大学 那再问说 那这样子就是 到底有什么 就是有什么不好 就是旁边的人这样做 你也可以不这样子做啊 那到底就是中间差异是什么呢 这时候他的家长 大概就打不出来了 就是说听话就好了 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成年 所以其实他要做任何事情 民法上面 他还不是20岁嘛 那所以他还是要他爸妈签字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很少人愿意拿下一个个名 所以他还是就是 有时候就是快快去念大学 那但是因为 因为接下来即将 十八岁就成年了 所以在同样的对话 发生的时候 他就可以说 对不起 感谢你的建议 但是我就是要去创建 我就是要去讲完 我就是要去当实习相当 或怎么样 那等到我们准备好 年大学再去念大学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即将变成高校 有一个新的挑战 就是大家不会因为 非念大学不可 非立刻念大学不可 而来念大学 而再加上少子女化 所以大学的那个 就是他要找学生的这个难度 就增加了 那现在我们有看到一些可能性 好像说 他的目的就是要学生来这边 好像不是特定的系统 他可能是不分析 可能是一个学生 学生完成了他就实作 实作又可以提掉一些学分 甚至好像可以两年 就是做第一个硕士学问 现在学位受与法 都有一些弹性 那所以有一些大学 就喜欢是 往这个方向去想 或者是说 他干脆就做中生教育 所以就是说 你学了 然后出去这个创业实验一阵子之后 那你学校继续又再回来这个大学 那当然有些修业年线 等等 一些还可以调整的部分 但是总体来看 大学是一直在往中生教育 或者是Continuous Education 就是继续教育 那这样的方式去发展 那我也觉得18岁成年 我觉得也是让我们的学智 进一步的可以变成 大家在念大学的时候 都是带着问题来 那不是只是 就是CIDI Book 然后就自带一个证书 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这样的方式回去 所以可能在高教 未来也是 类似自发不动功耗 这种国教的自发的这个概念 未来也会在高教 使用 谢谢 好 好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想要 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 上课 还有二十三分钟 请 可以 问一下非常新的问题 当然 当然 我是2016年10月 入阁 但是其实我是2014年年底 就在新增院 也是我现在的办公室 但是那时候那个办公室是 蔡玉林政务委员 蔡省委的办公室 那我在那边是担任 专案顾问 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个 想要讨论像Uber 或者是BISO型公司 或者是去中物资 等等法律会怎么调试 那我就是发布蔡省委 想一下 我们怎么样子去接触到 网路上的这些离开关系人 然后可以去终整 大家对这些法案的办法 那为什么会找我在2014年年底 去做这个题目 是因为我在那一年的3月 跟很多朋友一起示范了一次 大家占领立法院 然后在立法院的占领 你的会场跟周边 大家怎么样讨论 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议题 就是两岸符帽业协定 那符帽当时当然很少人 能够知道完整的就是 它对大家的影响是什么 那我们当时就开发了很多工具 靠面上有一个叫 你可以符帽了吗 的工具 只要输入你的统辨 或者立法司的名称 他就可以立刻跳到符帽 里面跟你有关的那阶段 然后去实际计算出 这个一判或是什么 让大家能够就识论论 那或者是说 帮忙这些立场周边的这些人 需要去进行直播啊 主资道啊 讨论啊 等等 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讲 2014年3月的时候 我们做的是叫demonstration 但是不是示威或抗议的意思而已 它是一个示范 就是不是示威而是示范 就是说 如果有50万人在街上 更多人在线上 大家都想要投了某个公共议题的话 我们怎么样把大家的意见 有点像slido这样子连聚起来 而不是让他 像其他这样的运动一样 到最后就散掉了 那所以在当时我是蛮意外的 就是 当时国发会 冠军明老师嘛 然后蔡英英老师 然后 当时的张汉珍老师 之后是副院长 之后是院长 他们都觉得这一套非常棒 然后就直接 化了联合我 然后希望我们能够 去把所有12级等 就是大概局处长以上的 所有的铁墙人往换 在那时候蛮好三百人 然后我们上了三次的培训课程 每次一百人的培训 然后就问大家说 大家要不要用这一套 像终于平台啊等等 都是那时候大家一起讨论出来说 那我们未来如果再有这些 可能大家非常想要讨论的事情 都会不要再去占领立法院吗 可不可以在 网路上面用某种方式 凝结大家的想法 然后就把它做到 所以对我来讲 这是一段连续的过程 就是不管是跟 毛治国委员长 然后张安臣院长 之后林权院长 之后林权院长 然后男性权院长 现在素质庄院长 一起工作 大概我都不会觉得说 我是为特定的当派 或者是为特定的政权 或是为特定的事实交易 在服务 而是说 反正我已经从2014年开始 就是应用这一套 让大家可以 比较就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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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套方法 能尽可能 来解敌我们公务人的负担 所以就是 我一套是一套公库的公库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先入历程上 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大概 当时林权院长 在我路阁的时候 我也说 我虽然路阁 但是我还是把自己看作 是内阁的部位 就是我不会 发号施令 但是你也不要命令 我做什么事情 或就是 把民间的这些社会部门 跟公务部门 中间 有一个联系 有一个敲热 但是我不会 去洗脑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要讲在前面等等 那当时林权院长也同意 所以我才会有 我开的每一场会 全部都公布出来 等等 这些 比较创新的做法 那 新入历程 我觉得 有两个转折点 一个转折点 是说 我们在 好不像说 之前有我在 联合国的周边 很多的会议 包括联合国内部的一些会议 那我们都有这种 视频出息 其实 当时也不是想要挑战什么 就是因为 我跳时差很慢 我非常不喜欢跳时差 所以只要有人邀请我到国际会议 我一律都问 能不能够拍一个机器人 那 当时也是因为 其中有一场会议 就是 忘记我们的论坛 HF 有直播 所以就让 民众朋友突然发现说 那为什么一个联合国会议 然后就是 民众的官员在现场 那然后 因为当场 那个 中方那边有 那他翻译说 这个是什么 什么分裂 什么行为 那但是 没有人理他 那事实上 在联合国 大家就觉得说 这是放一个影片 三成影片 因为有教室前才录的 但是 文文人会也是放一个影片 他非不具有 那种真实的遗坛 那所以 Jungleman level 最后也没有从方前的遗坛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观点 因为以前如果 所以这个 就是没有两个重过的情况 如果他没有他敢走 我们他自己就可以走 但是 那一次就是 两个来那天 那所以后来 就发现那些所有 都可以这样子做 那他变成一个新的外交的场 那所以本来 我的办公室里面 是没有外交部的人员 那那一次之后 文教系部长上任之后 就开始外交部 有朋友来我办公室 然后 来学习这一套 就是我们现在叫 数位外交的这个做法 所以 那是 反映多了一个业务 但是我读个证明 要想到的 那在这一次 就是 那大家发现 所有的 这个事情上面 不是 只照顾我们 这个需要 然后就是各国 都想要学习这一套 台湾市创新的做法 所以这个东西 就被整理 叫做台湾花轮 然后 本来是朝九晚五的 schedule 现在都是变成是 朝七晚七 因为我一大早 这个大概六点左右 就要起床 早上七到九点 都是在一个美东 就是可能是加拿大 或者美国 等等 都要在视讯 因为只有 班售我们在行着 那我到班晚 可能六几点的时候 都是在一个 非洲 或叫欧洲的视讯 现在领域每天还想要 跨越三四个不同的视讯 所以 这就不是只是训练外交人员 而是说 好像 这就是正式外交场合 因为 以前自身外交官 是不跟我们视讯的 可能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有视讯过 我觉得 见面三分请 视讯倒客一分请 他那时候视讯挺直 相当糟糕 但是现在 但我知道见面 才两分请 视讯画质好 也有两分请 所以 比起来好像也还不错 所以我们现在 很容易就可以见到 告解关羽像 我昨天 就是 晚上吧 他才跟 就是 应该 瑞典的一个 State Secretary 早上是跟 加拿大的两个 Member of Parliament 他的 Shadow Digital Minister 等于在野党的 是为 政委 所以 非常容易就可以接触到 也不可能 会被翻桌 会被抗议 会被怎么样 中共完全没有办法打烊 所以就多了很多 这种直接的 外交的情况 所以现在我的工作 就变成只有 朝九晚五这八个小时 是做内政 但是前两个 或两个小时 都是在做外交 那这个也是 之前没有想过的 一个情况 所以大概中间 这两个专者把我的工作 很多就是 现在那个 我们林静怡大使 之前有 开过一个玩销售 因为他当时是 部分区 国部分区的立法委员 所以他开玩销售 我现在变成 全球部分区 就是 各地如果想要学这一套的话 慢慢 台湾可以开我吧 我就拨一些时间去 去帮助大家 所以我也觉得很高兴 以前本来觉得说是 我的所学的应用 是在台湾制片上 做一个lab 这样子 大家一起共创 但现在就发现说 那我们看到台湾 这是第一个 在全世界的多其他地方 他们也愿意 开始这套方法 大概这样子 希望能够达到 谢谢 好 那来请 两个问题 那就是说 刚刚延续 刚刚想问的这件 我蛮讶异 就是说 您延续了两个不同的政党政府 所以我会问一件事情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请问数位化这件事情 或者说包括数位社会安全等等 这是不是一个迷平两党之间 有其一的一个文化的方式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刚刚赛伟迅查了一下 就是您刚刚提到暖实力这件事情 那这可能很有趣的概念 我刚刚赛伟迅 可能我还没有时间去 你可以再多做一下介绍 暖实力它的起源 是不是还是 就是暖实力的一个眼神 对啊 当然 第二个 比如说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 台湾目前 就是假设又回到暖实力的 这个象限底下 请问您觉得 我们应该怪到 那到底有什么 对 好的 第一个 我觉得不是两党 现在等于国会四大党 他们都 大概都已经签了 那个开放国会的这个宣言 那就是用社会创新的方法 让大家 特别是鼓注在北部的朋友 也可以更多的 通过线上参加 像他们工庆会 如果是委员自己开的话 以前很少有直播 那也不会有线上的存档 那如果是在中南部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参与权可言 那或者是说像他们的 多工入工的这些计算 都是手工去计算的 所以其实新增程度也非常的高 也很难做一些迟化的评估 那现在这些 如果他一开始 就是用这个 开放资料方式释出的话 其实很多是可以用AI 把它自动化 大家解决的 那现在四大党 没有人反对这件事情 他们全部都非常支持 那我记得 我有个朋友 一个媒体工作者 他在2020年1月的总统选前 造势最盛的时候 去问韩国瑜阵营跟蔡英文阵营的 造势的现场的支持者 问说他们觉得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那就发现说 其实不分两个主要的党派 大家都觉得说民主的神话 然后全球的连结 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而且都觉得对方做的很烂 拿掉对方做的很烂 这部分的话 可以知道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就是大家都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没有人反对 事实上每个人都赞成 运用这些数位全球连结的方式 去把我们的民主神话 没有没有人反对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确实上 这是一个很 我叫做一个safe space 很安全的空间 在这时期想要去发现目标里面 基本上不会有人去跟人类的永续作对 干嘛跟人类永续作对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联合国场合 讨论这些题目的时候 也不会那么接受到 中共的打压或者抗疫 因为他们也是抗疫 人类永续换的目标的接触过 他们也不可能来说 我不希望人类永续 这个听起来就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这整套 大概就是让我们在外交上面 有一个很好的很具体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要说于软实力的话 举例来讲像我跟瑞典的那位朋友 分享这个简报 那社会创新其实它在每个SDG里面都可以举非常多 比较实际的这些例子 像SDG的第五项就是性别平等 Geneal Equality 那Geneal Equality 当然我挑的这个 我们的照片是非常Iconic 就是我们在同盟和法化之后的结婚的照片 然后蔡英文总统的那一则Twitter 这个蔡英文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在这边所介绍的 就是不只是这个软实力 这个还真的软实力 因为我们那时候说 我们每年的那个同志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多 那 那 事实上去年我们同志游行的人数是全世界最多 我只愿意全世界没有别人在办同志游行 其他人都还在风筝 所以我们可以在同志游行 但是就是说我的朋友意思是说 那我们能够到这边 是因为当初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創始 就是性别影响评估 我们的就是性评委员们 其实很多都是非常非常早期的就是复运的代表 那他们当时的这些做法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们组成一个性评会 里面社会部门的投票权 刚好比内阁的阁员都一样 那而且就是他要性格比例的均等 所以内阁如果男生特别多的时候 性评代表女生就会特别多 内阁如果都是女生的话还没有发生 但是 CSO影片就会都是男生 所以他就是非常的平衡的状况 那我们每一个就是制定的法案 或者是通过的任何预算 都要经过他们的性别影响评估 而且就算这个预算已经执行完 那其实这个重要性别评估的这个 就是各种方面的比例还是会继续计算下去 所以这个巡政治理的方式就养成我们12年以来的公务员 每次看到一个新的情况的时候 不管他本来在做什么 他都会想到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性别初六化 会不会让这个就是性别更平等等等的这个情况 所以当时两个工头一个视线一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这些常任专业的文官 立刻在脑里把那个几乎是不存在的解决空间 立刻就画出来 然后当时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创新叫做结婚不结音 结婚不结音就是说 真的是台湾独创就是我们2007年以前是有仪式婚吗 就是两个家族结姻这两个人只是代表 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16岁的人也可以结婚 那这样的情况下是这两个家族结姻呢 所以就有很多的称呼 那当然很多人不希望这个家族结姻的概念被统婚破坏 不会冒出这个女婿儿序啊 可能要发育16种的生活 这个很麻烦 但是2008年以后的年轻人 她结婚已经没有仪式婚了 全部都是仪式婚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是两个人的事情 她讲的是一系列的权利 一系列的义务等等 那这两个相关的公投就告诉我们说 大家同意结婚的部分 用转发 但是不同意结姻的部分 就是比如说给我改名法 因为的引擎关系 在那时候他们就很快找出一个方式 就是说那我们定义所谓心理叫第二条关系 那这个第二条关系 连接到全部结婚的部分 就是个人的权利 但绝对不连到结姻的部分 就是不连到家族的关系 所以当两个同行结婚 家族不连姻 这个就一下子让两个人都是 虽不满意 还是很不满意 但是可以接受 就是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完全不能接受 这样的情况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很羡慕 像泰国他们退了那么久 但是一直都还是很困难 然后没有真的成功 日本也没有任何动静 但是因为我们弯道长城 找出这种结婚不解银的这种方式 突然之间东亚都说 我们可以抄 这一套是他们可以抄的东西 所以这个其实是真正影响的乱实力 也是乱实力 就是我们透过这种性别影响评估 让公务人员可以在公投更事先的双重夹击 三重夹击之下 还是可以找到这种结婚不解银的方法 那当然就是这也要靠立法委员 那立法委员 瑞典当然是 大概47是女性 还是比我们高一点 我们才42% 但是我们在至少这一部分的世界 也是做得很好 那这边是同工同酬的状态 那也比我们附近的都做得好很多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里面 传递一个讯息 就是说 凯湾不断的在让大家的发展的机会更均等 而且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每年不断的去联盟制服问题 这个是在树里领域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sks 的毕业生 就是可能硕博士的毕业生 那她的性别的比例 那女性现在还是只有27年 还是4.7% 那所以这个图画的是有点夸张 因为她才成长 但是因为 所以意思就是说 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 特别是在树里领域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 功课这个学习科版印象 其他部分都做得很好 那这个还没办法 所以 我们就会邀请就是各地的朋友 来想社会创新的做法 那那时候就是有一些白毛鸭客 这些朋友 那他们去见总统蔡英文的时候 就提出一个很创新的想法 那总统就搅拌了 所以科技部就拍了一个短片 然后邀请我当主角 然后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梗 然后就看到一个高中女生问说 学习资安的不是大多数都是男生吗 然后我就说 电脑都没有问过我的性别 所以 你这种想法 不是很重要 电脑反正不在乎 所以就透过这样的方式 就是尽可能去让 特别是高中女生的家长 觉得说她当白毛鸭客也没什么 电脑不会在义她的性别 等等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瓶 在国际上面 这些梗 大家都可以直接拿去用 就像我们的粉红口罩 现在也就是在全世界之内 他都拿去用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形象 就会变成是一个 有充满着各种各样子 解决方案跟创新的梗 你只要拿一点点去用 你的国家或社会 就可以变得更好的 这样子一个形象 我觉得这个形象 确实是这次疫情后 台湾的一个新的形象 也是可以大家一起鼓励的 大概两个人 谢谢 还有 可能最后一个问题 老师你住台北市的台北县 我现在是住在大安斯立公园 旁边工业局隔壁 那你的环境应该不错 台北市的市楼是很糟糕的 什么 市楼 我们那边还好 对 其他配方 老师他考虑来选台北市长 来改变其他台北市长 我那个附近是新北市 所以我每次 前新北市长都要去投票 方言的意思 一定不是去投票 对 这位市长有人问过 但那时候这个 在上一次的时候 就是 要知道是 那时候 那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人问过 所以我要不要 趕快捡个目击 这个造成科市长 那些压力 但我当时是 是说这个 其实我要回去问问我阿嬤 我很听我阿嬤的 然后我就真的 因为我阿嬤88生 大家知道 这个住淡水 所以我就说 我要听淡水阿嬤 淡水阿嬤很大 要选我不要选 都很听淡水阿嬤 我就回去 我真的回去问答书阿嬤 然后阿嬤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是所有的党派 都觉得是好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做出一些创新 其实不分党派 或像说 当时 市长当时在坦南市 或是市长在台北市 但现在 我们蔡阿嬤等等 其实开放政府社会创新 社会器的议证等等 现在是等于大家 竟相去把这些 做得更好一次的做法 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但我如果自己下去做的話 我就很難再主張說 這是一個良心的競爭 我要不要加入政黨 我就一定會變成別人說 我做的不好 做的方向不好 甚至這明明是好的 他也會講成不好 等等的情況 所以我阿嬤是說這個 就是對於公益的部分 可能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希望我不要去選 那我就會去告訴這位朋友 說阿嬤說我不要出來選 沒有出來選 所以那個時候 到現在這個並沒有改變 所以我這次也應該是 不會出來選新競爭 那大概就這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最後 會想到新競爭的事情 不過謝謝你的提議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 今天就先這樣 謝謝阿嬤 謝謝